他是毫无修为的义工之主 可自创天外非仙的叶古城 都得毕恭毕敬地叫他大哥 原来他觉醒了个最强中门系统 只要成功收下一名弟子 便能召唤出诸天强者 男人叫王丰 前世也是一个滋生社主 猝死后来到了仙兰大陆 在这个世界修仙者都是人上人 凡人则注定一身劳苦 而初来乍到的王丰 还没落地就被修仙大佬强行碰瓷 这让他意识到自己就是个哈基密 不过好在有个金手指 但不幸的是 目前系统毫无用处 只有完成第一个任务才能击武 若无法完成则会被强行抹杀 于是他也只能按照要求 在仅有一间茅草屋的情况下 三天内开宗立派并招收一名弟子 就在王丰一筹莫展之际 一个胖子来到了宗门前 原来他为了能取上媳妇 特意上山寻求宗门收留 却没有一家砍到他 于是便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来到了王丰创建的神仙宗 在看到宗门只有一间茅草屋后 刚准备掉头跑路 却发现腿上多了一个挂件 胖子好奇地询问 你是 在下正是这神仙宗的宗主 王丰是也 我关你骨骼惊奇 定是万众无一地修炼天才 经过本宗慎重考虑 便将你收为门下弟子 你哥这片三岁小孩呢 还本宗 还门下 就你这还神仙宗 不就有一间破草屋吗 一看你穿得就不像好人 但将死之人合来底线 只见王丰一把搂住胖子 在长达两分半钟的P.O.I.下 胖子开始逐渐迷失自武 并幻想自己修道成仙 拯救失足少女的画面 于是乐呵呵地交出了全身家当 王丰剑即将完成任务 也是露出了一母校 可就在要接过不带之时 胖子却死死抓住不敢松手 并发出了灵魂拷问 如果我当不成神仙怎么办 还有就是我受不了劫实 你得保证我每餐有大鱼大肉 面对胖子的众多无理要求 王丰想给他一记大笔道 但眼看着实现一道 只能昧着良心答应 胖子文言这才放心松手 就在不带落手之际 系统提示成功激活最强宗门系统 可打开属性面板查看奖励 于是王丰刚准备点开面板 却被胖子一把抱住 宗主你人真好 不仅说我还这么宠我 我妈都没对我这么好 而王丰现在只想查看奖励 在打发完胖子后 便再次打开面板 可看到自己的人物属性后 王丰人麻了 他感觉自己就是个三无产品 不过却分别有一次召唤和抽奖机会 召唤则可以召唤出诸天强者 被召唤之人隶属于公门之下 并可谓宿主教授宗门弟子 听到这王丰想起 刚来到这个大陆石落破底下 于是毫不犹豫使用了召唤机会 片刻后 一位白发少年映照而出 这惊人的意象吓坏了胖子 只见他连忙扑进屋内 本想将消息告诉王丰 却发现他正在悠闲地喝茶 于是胖子指着屋外大声说道 宗主哥的你还有心情喝茶 外面都世界末日了 王丰闻言立马兴奋地来到屋外 原来此前的白发少年 正是白云城主叶孤城 可王丰却心存疑伙 这个修仙世界讲的是修为境界 叶孤城虽是剑法大佬 就是不知道在这里能不能打 于是便带着疑惑打开了叶孤城属性面杆 不知境界的王丰一阵吐槽 叶长老也就只有王侯镜巅峰了 这可把一旁的胖子吓坏了 要知道在整个耀日帝国里 王侯镜已经是一等一的强者了 王丰见胖子这般反应 在夏夜孤城 见过宗主 叶长老不必多脸 这一举动直接震碎了胖子的三观 他活了这么多年 可从没见过王侯镜强者会给别人行李 这个宗主究竟是何方神尚 见胖子老实了不少 王丰便询问系统 另一次的抽奖有何用逐 抽奖机会可抽中被召唤者的体质 血脉 修为等 一旦抽到可给宗门弟子使用 或宿主自行使用 王宗闻言兴奋不已 这岂不是要原地起飞 快给我抽了 没想到这次竟抽到 叶孤城10%的修为 这时系统提示 请宿主选择自己使用 还是给宗内弟子使用 王丰心想自己到现在还是个凡人 不给自己提升给弟子有毛用 在系统的告知下 叶孤城的10%修为 能让自己提升到入相境初期 但王丰却不知是强势入 于是便询问胖子修仙境界的划分 在胖子的告知下得知 这个世界分为 助姬 玄脉 通灵 玄将 入相 王侯 玄皇 玄尊 玄圣 玄帝等十大境界 王丰虽看不上排第五的入相境 但总比现在凡人强 想到这便直接开始吸收 随着接连突破的金光上 王丰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 侠谷周围的动静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一旁胖子健壮再次破防 宗主究竟哪来的妖孽 我得抱紧这个大腿 于是连忙朝王丰扑了过来 接着就是一顿猛磕 弟子一定刻苦修炼 绝不辜负宗主的栽培 与此同时 空中一位少女踏鸟而来 这也成功引起了王丰的注意 一旁叶孤城提醒道 此女应该是修炼者 而且底子和修为都不锁 即使同道中人 从我神仙宗上方过去 我们理应打个招呼 叶长老 不如你去招呼一声 叶孤城闻言握紧手中长剑 并将其插入地面大河道 不知天上的是哪路朋友 还请下来一剑 说吧瞬间拔起长剑 只见一阵飓风拔地而起 王丰见状大惊 江湖儿女打个招呼 都要搞这么大阵仗的吗 女人见此飓风 瞬间花容失色 最后脚踏昆昆 一个急杀才勉强在飓风前停下 这是一张传单飘在女人眼前 她以为是某种暗器 于是连忙拔出腰间配剑 直接刺向眼前传单 而此时叶孤城大河 莫要回我终物品 说吧缓缓拔出长剑 接着一剑挥出 只见剑气瞬间会在传单之上 直接呼到了女人脸上 女人应声落地 王丰见叶孤城太过粗暴 便吩咐胖子前去打个招呼 胖子捏手捏脚地走到女人身前 这位女上线 你还好吗 叶孤城见状便撤去了传单上的灵力 女人这才如释重负 随后怒骂道 究竟是谁乱丢垃圾 王丰闻言淡定上前 这不是垃圾 而是我神仙宗的传单 女人先是看了眼传单 然后又询问道 这里就是神仙宗 没错本人正是神仙宗宗主 就在这时系统提示 恭喜宿主发现一位天才 激发新任务 收满十位弟子 奖励分别召唤和抽奖机会十次 王丰心中大喜 这次竟然奖励这么多 刚刚只收了胖子这个水货 就换来叶孤城这个剑造大佬 如果这次能把女人收为弟子的话 岂不是要螺旋起飞 于是便询问女人 年轻人我关你骨骼惊奇 是万中无一的修炼天才 本宗经过慎重考虑 还没说完王丰便心虚了起来 毕竟女人能欲坤飞行 想必实力也不俗 这种套路对付胖子还行 对她肯定是起不了作用 谁料女人却说道 传单上说神仙宗正在收吐 你看我成吗 她是毫无修为的一宗之主 可天才少女却抢着败入宗门 这也让王丰喜出望外 她没想到天上掉馅饼这种好事 竟能落到自己头上 但系统却告知她 若对方未交入门费 便不算收吐成功 迫于无奈王丰只能伸手讨要 虽然你有意加入宗门 但神仙宗的规矩你必须得守 那么请交出身上所有的钱当入门费 可女人却使出了展男秘境 撒娇大法 宗主哥哥 我出门急 身上没带钱 你看以后再补上行不行 此招一出 就算是手速高达250的王丰 也难以招架 奈何这是系统强制要求 于是便想出言拒绝 可谁料女人身后突然出现一众强者 小美人 你怎么不跑了 本侯爷可刚提起点性质 你父亲都保不了你 这几个两条腿的猴子 又能帮得了你什么 女人文言立马躲至王丰身后 林云你少在那得意 我现在可是神仙宗门下弟子 在我们宗主面前 岂容你在心里灭人性之举 此时林云却养天大笑 就凭几只猴子 要知道本侯爷养的狗奴才们 皆已达到悬降镜修为 女人文言吓得瑟瑟发短 这是王丰心想 本以为是天上掉馅饼 哪知道自己才是人家的馅饼 看来这次收徒有点悬呢 可接下来胖子打破了瓶颈 小师妹 你不必害怕 区区悬降镜而已 咱们宗主一根手指就能摁死他们 小弟们听得咬牙切齿 恨不得立马冲过来生死了胖子 这个死胖子就知道给老子惹事 虽说我比他们高一个境界 但奈何我没实战经验了 万一出手落败 岂不是影响我收徒大业 于是刚准备开口说些什么 女人却立马先斩后奏 谢宗主出手搭救 王丰见识已至此只能作罢 你放心有本宗在此无人能欺负你 不过他好像一直忘了叶不成的存在 此时凌云显然已经不耐烦了 你们几个在耍什么猴戏呢 都给我去弄死他压的 说罢几名小弟直接朝王丰报射而来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王丰却发现他们的动作极其缓慢 随手就掰弯了坦来的大刀 看来在这个修仙世界 境界大意急压死人是真的 本来想拿他们练练手 但在弟子面前 若和他们打得有来有回 岂不是太丢人了 于是立马大喝 叶孤城 叶孤城闻言直接拔出飞红 仅仅只用了2.5秒 就将小弟们尽数斩杀 并将飞红架在了凌云脖子上 一旁女人大为震惊 要知道即使是悬匠境 在整个耀日帝国 都算得上中等以上的存在 她能够一招秒杀五名悬匠 恐怕已经达到王侯境了 而另一边 凌云早已冷汗直流 难道只能使用这一招了吗 只见其双手抱拳 前 前辈 晚辈凌云有眼不识泰山 请放晚辈一马 此番离去定让我爹长陵侯 为您背上一份厚礼 然而王丰却毫不在意 管你长陵侯还是短陵侯 只要赶来本宗教灭不误 一旁女人听闻长陵侯四字 气得咬牙切齿 原来长陵侯府拥有庞大势力 侯业林天雄不仅拥有王侯境修为 而且还掌管一只五百人的长陵军 其中不乏修为颇高的军长 实力足以媲美一些中等宗门 所以他们可以为非作歹 把我迫害而我也只能逃 然而这个神仙宗的宗主 却不把长陵侯府放在眼里 说不定他真的可以为我复仇 王丰也被其突然一跪惊叨 于是连忙询问 你怎么了 为何突然行如此大理 宗主一开始我的确是为了必在 才加入的神仙宗 不过现在我确信 宗主定能替凌家主持公道 王宗闻言很是好奇 你和凌云究竟有何仇怨 弟子在一次外出历练中 遇到了长陵侯府的小侯爷凌云 谁料他基于弟子美色 欲要欺辱却被弟子侥幸逃脱 本以为此事就此过去 可推开家门后 才发现凌云竟带着长陵府强者 屠入了我凌家上下几百口人 在父亲的拼死掩护下 才有机会逃离虎口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若能亲手报仇 今日过后弟子定为宗主倾尽所有 你放心 不管你是不是本宗门下 这件事本宗都要伸张亦凡 他是毫无修为的废武宗主 可他却能一秒达到入相级 就连叱咤风云的叶孤城 都得乖乖地当他小弟 只因男人觉醒了个最强宗门系统 只要不断收睹 就能召唤诸天强者 还可抽脚获得无上修为 就在刚刚 王峰答应小五定为他主持公道 然而被擒获的凌云却不再老实 只见他将手处进土里 随后掀起一阵尘土 从而借机逃跑 王峰看着即将逃跑的凌云 不但不慌张反而吐槽起来 漫画里的反派这时候 不应该投铁反抗 或者直接跪地求饶的吗 这家伙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 他看着一旁担心的小五 连忙安慰道 你放心吧 有叶长老在他是逃不掉的 随着王峰的一声令下 只见叶孤城缓缓拔出飞火 差时浑身溢出白色能量 周围众人纷纷悬于空中 这时王峰心中暗自不爽 怎么小叶每次出手 都非得搞这么大的阵仗 下次非得好好说说他 另一边 随着叶孤城的高高跃起 瞬间来到了凌云头顶 一朝天外飞仙顺势劈下 只见一道白色能量直逼凌云昆头 伴随着一阵阵惨叫 飞红剑顺势入呛 凌云和他的小弟们应声倒地 就在他倒地的同时 一枚玉佩从他胸前飞出 小五见状心头一颤 连忙跑过去接住玉佩 而凌云已如死狗般躺倒在地 按宗主的意思 凌公子已经留下了 这时小五惊讶不已 他是觉得叶孤城强 但没料到竟然能这么强 特别是刚刚那招天外飞仙 即使是长陵侯清零 恐怕也无法全身而退 神仙宗有如此人物作为长老 按理说早该名扬天下了 为何我竟完全没听过 就在这时 王峰打断了他的遐想 我知道你当当说想加入神仙宗 只是为了自保一时无奈之举 但本宗却真心想收你为德 不过念在我宗门乃隐士大东 你可以在熟悉之后再做定徒 看着小五满脸兴奋的样子 王峰不自觉地得意起来 嗨嗨嗨我不愧是当红漫画家 情节火候拿捏的那叫一个炉火纯青 这时小五双手递过一枚玉佩 王峰看着玉佩心想 也不知道系统认不认 不过事事也没损失 可下一秒 王峰又懵圈起来 小五怎么突然脸红啊 原来这枚玉佩对他极其重要 是他父亲传给他的 用来以后做定情信物用的 年幼的他觉得 这是祖传玉佩 自己定不会拿他送人 可谁料 今天他却亲手将玉佩送给了王峰 在收徒小五后 王峰也是获得了系统奖励 分别一次召唤和抽奖机会 最后王峰拍了拍小五肩膀 现在你已是神仙宗弟子 你的仇便是宗门的仇 你可以先取个利息 小五闻眼眼眸瞬间充满杀意 只见他捡起地上树枝 缓缓走向如死狗般的鲫鱼 灭族之仇 如血海般深沉 此仇不抱我枉为凌家大小姐 说吧直接刺穿了凌云胸口 凌云你夺我祖传玉佩戏弄于我 可曾想过今日 你高高在上 以为有着强大后盾便可织手遮天 可曾想过今日 小五凶残的样子 吓坏了一旁的胖子 宗主 小师妹他 也罢 就让他宣泄宣泄吧 父亲 小五今天亲手为你复仇了 您在下面可以明目了 与此同时 系统提示 恭喜内门弟子林飞舞 击杀悬将境强者 获得三百点宗门值 看似人畜无害的胖子 没想到竟然是个绝顶妖孽 可小五却连顶尖天骄都排不上 就在他亲手为父报仇后 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多谢宗主与夜长老祝小五报此血仇 可否成为真正的强者 终究还是要靠你自己 说罢王峰便扶起小五 但你记着 我神仙宗无惧任何人 既有血仇 哪怕是天大之人 也必杀之而后快 小五文言一阵愣神 眼角泪水缓缓流出 我定不辜负宗主栽培 此时王峰心里别提多美了 我不愧是当红漫画家 对人心的把控简直是完美 但现在把大话吹出去 到时候拿什么叫人家呢 他可不像胖子那种棒指 随随便便扯个一年入想 就会上当受骗 就在这时 叶长老挺身而出 你修的可是剑道 小五文言立马拱手回道 是的 叶长老 你可愿拜我为师 王峰剑壮连忙起呼 叶长老主动收徒 可比石头开花还难 你这傻丫头还愣着干什么 小五文言秒懂 立马跪地行礼 弟子拜剑师尊 你的剑是不错 但传授你剑法之前 要先处理你被追猎石兽的内伤 赶紧起来吧 随我先去疗伤 此刻王峰也很是欣慰 本来宗门就自己一个孤家寡人 现在不仅有了夜护法 又有了林飞舞这种天资聪慧的弟子 关键还不用自己教 真是太爽了 然而一旁的胖子却难过了起来 小师妹比我晚入门 都能拜入夜长老这等强者之下 我身为大师兄 岂能让小师妹比下去 于是立马瞥向一旁的王峰 宗主 不知接下来你对我有何安排 王峰则是拍了拍胖子的肚皮 你瞧瞧你这身材 该减减肥了 去吧 把茅草屋周围收拾一下 顺便扫干净一些 这可是我神仙宗的脸面 胖子文言心如死灰 但也只能照顾 只见他一边薅着杂草 一边埋怨到 招览前说的天花乱坠 把我夸得根宝似的 结果小师妹一来 我就变成草了 然而另一边 王峰正美滋滋地查看奖励 上次收胖子就能抽出夜谷城 这次收了小五 不知能抽出什么大了 可在看到长老上线才五个 王峰立马打消了这个念头 决定先留着日后再抽 这时见面下方的宗门植 引起了他的注意 于是连忙询问系统这有何作用 在系统的告知下得知 宗门植不仅可以兑换抽奖机会 还可以用来升级系统 随着系统的等级提升 可让宿主召唤出 更强的强者和法宝 以及容纳更多的弟子等等 王峰听的眼睛都直了 那宗门植获取有哪些方式 宗门植获取有以下三种方式 第一 完成系统发布的任务 第二 击杀来犯之敌 第三 招收顶尖天骄入宗 听到这里王峰纳闷不独 小五能在十八九岁修炼到通灵境巅峰 怎么这也算是一个顶尖天骄吧 那他加入宗门为何没增加宗门值 可没想到的是 小五在系统的评判下 竟未能达到顶尖天骄行列 出于好奇王峰便询问起自己的天赋 然而系统给出的判定也比较重看 可当他询问起胖子的资质时 系统却提示探查胖子资质 需要花费一百点宗门值 王峰文言暗自吐槽道 这泥马也太黑了吧 探查一个凡人 都要一百点宗门值 但出于太好奇 他便点击了查探案 可系统给出的判定 直接惊呆了王峰 胖子竟未列绝顶妖孽行列 我靠 就这伙 也能未列绝顶妖孽 他是好吃懒做的废物 却深具世间顶级特殊体质 与天同兽与地平旗 甚至拥有天下最强防御 就在王峰探查完胖子资质后 竟发现他能未列绝顶妖孽行列 可把他吓坏了 就这玩意能未列绝顶妖孽 但系统却极其肯定 胖子身怀玄灵归先之体 只是尚未激活而已 此时王峰很是不解 这玄灵归先之体又是什么 在系统的告知下得知 玄灵归先之体乃世间顶级特殊体质 拥有绝对防御以及绝对寿命 只要不受到致命伤害 便能永垂不朽 更可怕的是 其身自带的防御力 哪怕天地破碎 亦能逍遥自在 王峰文言直接目瞪口呆 这个死胖子竟拥有如此逆天体质 岂不是他只要将磁体修炼至大肠 就能不死不灭了 于是王峰变下决心 并要将胖子培养起来 到时候打架当个肉盾 岂不是很香 但现在的问题是 如何激活胖子的玄灵归先体 另一边 不知所以的胖子 正在一旁自恋起来 在他眼里自己就是 这仙蓝大陆最帅最强的男人 这一极度不要脸的操作 惹得系统都很想揍他 然而激活玄灵归先之体的办法 就是要不断挨揍 王峰文言惊讶无比 什么玩意 挨揍 归先之体需要源源不断地挨打 只有这样才能刺激体内血脉 使其彻底觉醒 此话一出 可把王峰饿坏了 他本来还想要去寻什么天才灵宝呢 没想到只要挨打就行 这个还不简单 到时候安排小五只要不打死他 以其自带的仙体 应该能很快恢复吧 此刻胖子顿感一丝含义 还不等他多想 只见一道白色能量暴射而出 吓得他立马抱紧王峰大等 宗主 你看天上气悬是怎么回事 王峰其实也不明所以 于是便询问系统发生了何事 原来这天地一响 是小五即将突破 玄降即引发的征兆 这让他也十分惊愕 没想到叶孤城帮小五疗伤 竟然还让他突破了 于是他便告诉胖子 这一项是你师妹即将突破的征兆 胖子文言犹如晴天霹雳 师妹移入神仙宗 不仅拜得绝顶强者叶孤城为师 现在不到一日又突破了修为 反倒是自己依旧是个凡人 再这样下去 怕是就连大师兄的身份都要不保了 黄峰健壮则掐了一下胖子 你无需沮丧 明日本宗便教你修炼 假以十日超过你师妹 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前提是只要你能承受得住 胖子文言拍着胸脯保证 多谢宗主 放心我定能扛得住的 本宗也相信 你的身体定能扛住 而且本宗也很期待 将来你突破悬降镜时 会不会引发更大的动静 殊不知 小五突破的动静 竟被刚苏醒的魔修盯上 结结结 没想到本魔成眠数百载 一招苏醒 便能够得到一个悬降镜口粮 真是期待啊 成为本魔的口粮 也是你的荣幸啊 说霸便一个剑步暴射而出 静止飞向小五突破之地 他是雄霸一方的悬煞大魔 却被毫无修为的胖子无情嘲讽 可大魔却不敢杀他 不是因为他有多牛逼 而是怕脏了自己的手 原来正是小五突破时的异想 吸引了刚刚苏醒的大魔 由于急需恢复实力 便向神仙宗暴射而来 另一边 随着异想不断的回缩 小五成功突破到了悬降镜 王峰也顺势获得了一千点宗门值 同时他的心里也一阵窃醒 这小妮子不愧是天台 才入门一天 就和我仅差一个境界 还好我有系统在 不然被他追上了 我的老脸可往哪放 就在他遐想之际 只见小五连忙拱手道谢 多谢宗主 给了我这个机会 这可把一旁胖子极度坏了 区区悬降镜算个啥 等我这个当师兄的一年入想 那才叫厉害 而王峰则顺水推周到 以后好好跟随在夜长老身旁 未来本宗希望你 能将神仙宗之名发扬光大 与此同时 大魔已经来到王峰身后 结结结 本以为只有一个悬降镜口粮 没想到还有几只蝼蚁 倒也勉强能下口 王峰闻言立马换出系统 并花费一百宗门值探查 其完整来历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此人给我如此之大的压力 甚至觉得夜孤城 都不一定能够战胜此人 因此还是知道全面点比较好 很快系统便告知王峰 此人乃千年前 霍乱要日帝国的玄煞大魔 其修为已达到玄黄境巅峰 后应被要日帝国大帝封印 目前处于刚刚破风状态 修为仅有王侯境巅峰 王峰闻言这才松了口气 还好不是巅峰状态 不然光凭夜孤城哪能顶得住 谁料身旁胖子却叫嚣起来 你是何人 竟然敢犯我神仙宗 还不速速滚开 否则我神仙宗业长老 并让你死无葬生之地 大魔看着寒酸的茅草屋 心中极其不屑 神仙宗 什么疙瘩里跑出来的宗门 本魔听都没听过 还有你这个胖子 更是贤命长 也敢对本大魔出言不逊 王峰见状不禁感叹 没想到胖子竟然有如此胆量 以一介烦人之身 怒骂王侯境巅峰的强者 一旁小五连忙提醒 师兄 此人气息不比是尊弱 至少也是王侯境修为 大魔剑来了个识货的 直接大笑了起来 你这小妮子倒还蛮有眼光 届时定让你看看我的大宝贝 谁料胖子根本不带怕的 王侯境修为又能如何 这不是还有宗主吗 而且宗主说了 一年入巷 三年玄黄 捏死他也就是一根手指的事 小小蜂蜒 也敢跑到神仙宗撒野 真是小乌龟跳悬崖 不知死活 此话一出 竟然还真把大魔唬到了 只见他看着王丰很是不解 虽然感觉他有些修为 但也不至于这么夸张吧 然而此刻的王丰 心中满满的无奈 现在我总算能明白 为什么胖子会有玄灵归仙之体了 真是太特么能做死了 反应过来的大魔当即怒喝倒 就没人出来管管这傻圈 杀套我都嫌弄脏了自己的手 赶紧出来一个人 和我过过招 王丰闻言则对叶孤城示意 你先拖住他 一会我定让他有来无回 说罢便使用了第二次召唤机会 初战的叶孤城 只用一剑便斩碎了袭来的煞气 谁料众多煞气又从他背后袭来 当他反应过来之时 已被煞气牢牢困住 本以为你说的叶长老有多牛 结果还不是手道擒岸 小五剑师尊被困心疾不已 宗主 你快失手救救师傅 你未免也太小瞧你的师傅 区区魔爪又怎能擒得住叶孤城 话音刚落 只见一束剑气 直接洞穿了束缚 朝大魔暴射而去 心中感叹道 这山沟沟里 竟然还隐藏着一尊王侯镜强者 而且这剑法未免也太炉火纯青了 他是自带BGM的男人 也是叶孤城的一生之敌 一手无形剑耍的堪称一举 就算是面对悬叉大魔 也可一见秒之 就在刚刚 大魔被叶孤城击落在地 此时他也并不准备藏住 只见其周身煞气四溢 势必要找回些场 可这时 胖子又跑出来做妖 只见他指着大魔就是一顿狂喷 有 打不过就想跑试吧 哪有这种好事 除非你从我胯下钻过去 不然休想完好无损的跑路 此话一出 直接给大魔干红瘟了 死胖子 你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我这是要施展绝招 你在瞎BB信不信我 还不等他说完 王峰一拳就怼在了胖子脸上 事后胖子一脸无辜 宗主 你揍我干嘛 我看你脸上有蚊子 其实心里想的是 这个死胖子太欠揍了 都差点忘记了他是我们这边的 而此时大魔看着手中的伤疤 调侃起了叶孤城 破风之后 你是第一个能彻底激起我食欲的人 为了表示对你的尊重 我决定将亲手撕碎你 说罢只见一只巨大血色手印 已来到叶孤城头顶 地旁小五见状十分担心 可他却不慌不忙 顺势将飞红悬于胸前 随后一朝天外飞仙迎面而去 两者触碰之际 狂风四起地动山摇 伴随着轰隆轰隆的炸响声 整座山谷都被夷为了平地 但神仙宗的茅草屋 却依旧坚挺如初 虽然大魔放出了绝招 可叶孤城依旧完好如初 此时他开始担心起来 叶孤城实力只逊色我几分 若我尽全力出手 忽然有把握将其击杀 但那个老家伙 必然能察觉到我已经破风 那时我便只能逃亡了 于是便决定掀狗一波 等实力恢复再来一战 叶孤城闻言顺势收起了飞虎 不好意思 你今天怕是走不了了 天地一响 看来他要来了 此时大魔一脸懵圈 谁 你说的是谁 叶孤城闻言回道 本来我不知道 但此刻我的剑告诉我 他便是我的一生之敌 西门飘雪 大魔闻言慌张不已 本来一个叶孤城 就已经让人头大了 现在又来了一个不逊色他的强者 看来今天多半是要G这儿 于是便撒腿就跑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然而西门飘雪哪能放过他 只见他双指凝气 接着随手挥出 大魔脖子瞬间爆开 他看着其二指凝出的无形剑 震惊的同时也万分好奇 无影无形的剑 光凭凝聚的剑势便可杀人 这到底是什么剑法 然而西门飘雪只淡淡地回了句 我也就随意回了一剑 算不上什么剑法 更不值得费心取名 一个是剑仙叶孤城 另一个是剑神西门飘雪 两人本是宿命之敌 却都甘愿败在一个废物门下 就连曾傲视当界的玄叉大魔 都没能信念 就在西门飘雪将大魔击伤后 一旁王丰不禁感叹 没想到这次竟然把叶孤城 一生唯一的对手给召唤了出来 虽说两人都达到了心中为剑的地步 但按理说 叶孤城应该比西门飘雪强吧 可系统却告知他 此次召唤出的西门飘雪 乃是紫禁之巅决战后的 那时的他见到已然大成 已经达到心中无剑 天地万物皆可为剑的境界 自然要比叶孤城强上一些 王丰文言恍然大悟 若是如此的话那便情有可原了 如今神仙宗也有玄皇进高手作战 用不了多久定能做大做强 然而此时叶孤城手握飞火 指着西门飘雪道 没想到紫禁一战后 我们竟然会以这种方式见面 他也明白叶孤城想与自己分出胜负 于是便轻轻推开了长剑 此时你还不是我的对手 等你突破这玄皇再一战 随后便向王丰抱拳行礼 西门见过宗主 姗姗来迟还请勿怪 与此同时 只见大魔艰难地爬了起来 这时的他心慌不已 若是这位叶长老出手 我尚有一定把握全身而退 若是这位西门长老 也能有一线生机 可若是这位神秘的宗主出手 那我则必死无疑 虽说他看着只有入相修为 但是玄皇进强者对他都如此恭敬 实力肯定恐怖如斯 既然本魔金玉注定要陨落至此 那一定要拉个垫背的 说罢便直接朝胖子攻来 胖子健壮吓得哇哇大哭 你妹的不讲武德 刚刚还说杀我会脏了你的手 结果打不过就来捏我这个软柿子 幸好叶孤城及时出手 就吓了胖子 可他还是受了点伤 随着飞鸿缓缓入翘 胖子也立马摔了个狗吃饶 神仙宗虽强 但遇到这种不要命的 我这种天才还真可能夭着 看来以后不能那么漂亮 就在这时 西门飘雪双指凝气成剑 随后便抵在了大魔脑后 宗主 此人该如何处置 王丰文言伸出了两个手指 本宗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交出身上全部家当 加入我神仙宗 要么则拿你当肥料 来滋养山头的花花草草 之所以这么做 王丰想的是 若是能把他忽悠来 就能赚取招收强者的宗门值 若是以后他再行了 届时再杀他也不迟 大魔文言立马怒喝 魔可杀 绝不可辱 可这时胖子又来捣乱 宗主 他选择第二条路 待会我定亲手把他买了 再在他坟头 浇点35度白开水 保证让我神仙宗的 花花草草惺兴兴向往 此言一出 可把王丰气坏了 怎么哪都有你 之后我一定要帮你 练成龟仙之体 谁料刚说完 胖子就又挨了一拳 只见他无辜地看着小五 师妹 你为什么要打我 师兄我见你脸上有蚊子 为什么这些蚊子 砖吸我的血 莫非就连他们都知道 我身上流淌着的是天才之血 此时大魔被气得恨不得 立马生死了胖子 然而王丰却咧嘴一笑 本宗知道你心高气傲 不如这样 你先加入一年 若一年后你想反悔 到时你随时可以离开 年代的王丰不禁吐槽 嘴那么硬 可身体却蛮诚实的嘛 就在这时系统提示 恭喜宿主招收悬叉大魔成功 奖励一万点宗门值 以及随机召唤机会一次 王丰健壮大喜 没想到招收大魔奖励这么丰厚 看来以后若有机会 还是得多多招收抢者啊 明明是个废物宗子 可绝世抢者们却都抢着败入门下 就连昔日破旧的茅草物 如今摇身一变都成了仙气飘飘的豪宅 更是即将迎来天下第一角色 就在王丰收服大魔后 也是如愿拿到了丰厚奖励 此时他心中暗响 如今奖励已经到手 若他当真是危害人间的大魔 现在将其除掉也并非不可 于是便出言试探 方才听你说的口粮究竟是何意 大魔闻言咬了咬牙 迫于无奈只能道出事情 这也就是我的一个癖好 只是过过嘴瘾恐吓恐吓别人而已 倒不是真的吃 王丰听完瞬间呆住 接着便询问系统大魔所说可是实话 在得到肯定答复后 也是一脸无奈 随后在两人一番对视后 纷纷个怀鬼胎的笑出了声 王丰不禁暗自吐槽 麻蛋你好歹是堂堂一尊大魔呀 更是曾叱咤风云的玄黄镜巅峰强者 还需要去恐吓别人来满足自己 这你嘛是得有多骚的人 才能做出这种事情了 而大魔想的却是 奶奶的要不是怕你对吃口粮这种事反感 直接将我击杀 我肯定打死也不会说出真相 然而一旁小五和胖子 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景象 三言两语便让玄叉大魔这等强者 心甘情愿地加入神仙宗 宗主的手段果真恐怖如斯 就在这时 王丰突然转身走向草屋 好了都别在外面发呆了 赶紧跟我走吧 我带你们去神仙宗真正的筑地 此话一出 胖子小五纷纷期待不已 我就知道神仙宗的筑地 不可能仅仅是一间草屋 而大魔也立马释怀 没想到我竟招惹了一个上古隐士大宗 否则就这么一个茅草屋的宗门 怎么可能出现玄黄 以及王侯这等的强者 我倒要看看这个所谓的神仙宗 究竟是何等的隐士大宗 在众人进入草屋后 本就狭小的空间 立马显得拥挤不已 随后王丰掏出了一枚令牌 并大喝道 开 只见令牌缓缓缓悬在空中 再发出一阵巨响后 形成了一道灰红的金色大门 众人见状纷纷扎实了 大魔更是差点惊掉下的 这究竟是什么宗门 其驻地竟在秘境之中 要知道能够将驻地设置在其中的 这得是多么恐怖的隐士大宗门 然而秘境在仙蓝大陆中极为稀有 每一次出现都必将掀起 心风血雨 因为只有玄地竟以上的强者 才能够开辟出秘境 其中更是有诸多大能留下的宝物 没想到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宗门 竟然直接占据了一整个秘境 这就代表着 神仙宗至少都是玄地竟强者所创 也代表着神仙宗拥有玄地竟传承 若是本魔能够得到 那我岂不是要起飞的节奏 当众人踏入秘境后 一座仙气缥缈的大殿 随即浮现在众人眼前 其门口巨大的石碑上 赫然写着神仙宗四的大字 这时大魔再次被惊掉下来 其他人也纷纷露出欣喜之色 来到大殿门前后 王峰便转身道 这些阁楼你们可以随意挑选 但一些禁地莫要擅闯 在安排好多人后 自己则推开了大门 映入眼帘的是诸都威严的石座 而在其中心的正是宗主宝座 王峰在落座后 心中暗自下定决心 总有一天 我要这大殿之中 都占满玄地竟强者 说罢便换出系统 用出了刚获得的随机召唤机会 没想到这次竟然抽中了一个魅力 而且还是号称世间第一角色的姚跃 是一花宫第一美 也是女子中的顶尖高手 如今却要对个废物为命是从 原来就在一行人 来到神仙宗真正的驻地后 王峰便使用了刚获得的召唤机会 没想到这次意外的好运 竟随机召唤出了世间第一角色 一花宫公主姚跃 于是王峰立马查看其他的属性面板 经系统介绍 姚跃乃是某龙武侠小说人物 一花宫的大公主 武功与美貌当时第一 更是能与天下第一神剑 燕南天不相伯仲 修为也是达到了玄黄晋初七 一手名玉宫一花接玉耍的飞起 王峰健壮不由感慨 这么看来 真不愧是小月与花猛圈中的女子第一高手 果然强大 就在这时 只见石板上落下众多冰花 王峰循迹抬头看去 先是一只玉角缓缓踏出 接着一副冷言浮现 最后全身而出之石 其傲人的身材修长的大土 直接给王峰看呆了 这就是世间第一角色 前世即便我画断手 估计也画不出他的美吧 姚跃落地后 第一时间便向王峰醒起了 姚跃见过宗主 此时王峰心里暗爽 能让武林第一角色对我低下头 这种感觉也太爽了 但嘴上却说着 无序多礼 以后你便随时本峰身旁吧 姚跃文言立马应道 是 宗主 说罢便落坐在石椅之上 可其自身散出的寒气 让王峰这小身板实打多损 于是他便让其暂且离开 待外出之石在随时身旁 姚跃行李走后 王峰不禁吐槽 这女人修炼的名誉功也太恐怖了 哪怕她不刻意运功 我和她待在一起都快被冻僵了 姚跃在离开大殿后 便随意钻进了一处客房 恰巧在她进去后 大魔就从隔壁推门而出 嘴里还不停念叨 真是奇怪 这神仙宗不是上古影视大宗吗 怎么就那几个强者 其他强者呢 难不成这神仙宗 只是个须有其表的空架子 说罢便准备踹门 看看房间有人没 谁料脚刚接近门 一阵寒气迎面吹来 还不等大魔反应 起脚就成了一个大兵锥子 她也顺势占了大地一个便宜 缓过神后 她透过门缝看去 只见一位妖娆的女人 扶坐在沙发之上 嘴里阴冷地说道 若是再敢擅闯 只有一个下场 那就是死 大魔听完瞬间退至屋旁 此时她已被吓出了冷汗 又 又一尊玄黄境强者 看来神仙宗的大能 一个个都沉眠了 这位怕也是被我打扰后才苏醒 我此前一个个探查那些阁楼 简直是在找死啊 哎 我堂堂悬插大魔 怎么一出事 就一直被人按在地上捶 还真尼玛憋屈 不过能抱上大腿 也是本魔的本事 别人想抱还没这个机会呢 自小鸟一人的小五 没想到也是一个暴力狂 这颗苦得肥嘟嘟的胖子 就在众人落住神仙宗后 次日一早 小五便来到了胖子屋外 看着满脸愁容的他 胖子不禁流出了一丝冷汗 于是便好奇地询问 不知师妹这一大早地找我何事 还不等他反应 小五的手已经扶住了胖子的脸颊 师兄 曾都在为之颤抖 看着倒地不起的胖子 小五刚想上前查看 可他却又立马坐了起来 接着不可置信地看着小五 师妹 你这是要干啥 可小五却极其震惊 心想宗主果然没有骗我 师兄果真拥有可怕的体质 刚才那一击 我可是使用了 悬降镜十分之一的力量 但师兄可是一个凡人 竟还能完好无损地站起身来 于是无奈地表示 师兄 小五这也是为了你好 你答我居然还说为了我好 师妹救你这架势 分明是基于我神仙宗大师兄之位 想杀师兄夺位啊 小五文言也是说出了实情 师兄是你想多了 是宗主让我与你对恋的 他还特别嘱咐我 只要不把你打死 怎么打都行 因为宗主说你有绝世神体 得知此事的胖子惊讶不已 尊都假都 绝世体质 我自己怎么不知道 师妹你就老实告诉我 是不是我哪里没做好得罪的宗主 师兄 你可真爱说小 你真的有绝世体质 那你 难不成我真是绝世天才 也不对啊 绝世天才不应该 修炼如喝水般轻松随意吗 可我怎么还是个凡人 小五文言解释 那是因为你的体质还没有激活 胖子听完迫不及待的追问 怎么激活 谁料下一秒 就被小五一记非踢正中面门 很简单就是被打 不曾想这一脚竟有整容效果 直接将胖子踢出了塔兰兹大眼 此时胖子连忙求饶 师妹师妹秀逗麻袋 要不还是宗主来可好 然而小五却俏皮地回到 宗主就是怕不小心一掌将你拍死 所以让我先来锤炼锤炼 看着小五灵气环绕的手刀 他吓得差点就要尿了出来 而此刻的王峰 听着阁楼发出阵阵杀猪般的惨叫 心中也是不由感慨 有此等倾尽全力帮助师兄的好师妹 胖子必能激活体质成就绝世天才 若不是顾虑宗主的形象 我还真想亲自动手 将他给奏成玄灵归仙之体 本是一个麻瓜宗主 但却能一夜入巷镜 甚至三位顶级强者都抢着带入人家 如今更是迎来屌丝逆袭 不仅修为又连跳了数级 还学会了坐下三位长老的成名绝技 叶孤城的天外飞仙 西门飘雪的华光剑道 摇跃仙子的名誉弓 且看王峰如何站在世界之殿 俯瞰那些犹如蝼蚁的众生 然而他不知的是 已经有人盯上了他 此刻云雾缠绕的灵霄风上 耸立着诸多高大楼阁 主殿排扁之上 赫然标着凌云宗四个大字 大殿之内虽聚集着多人 但氛围却如死寂一般 身为宗主的陈锋 更是满脸愁容 这时大长老邱万峰表示 如今风魔大会即将开启 而我们的麻瓜少主陈欣 短期内却无法突破到悬降界 这一次怕是风魔榜 又要与我们凌云宗无缘了 宗主你再看看这些老家伙 再这样下去 我们宗门就要成养老院了 可陈锋却不以为然 表示这次风魔大会至关重要 说什么也要想办法争一争 而风魔榜更是关系到 能否加入药日学院 绝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但邱万峰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此次那位大人特地吩咐 这届风魔大会 仅能由年轻一辈弟子出战 可宗内只有少主达到了通灵境巅峰 若是让他上岂不是白给了 到时宗门颜面王马哥 此话一出 大殿内叹气声绵延不绝 就在众人沉默之际 陈锋突然灵机一动 想着既然宗内的人指望不上 不如来一手草船借鉴 于是连忙询问 最近新耀山脉外围 可发生过什么起事 邱万峰闻眼俯着胡须回道 前段时间 耀封城灵家被长林侯府灭门 只有灵家小姐逃了出去 据说被小侯爷一直追杀至山脉外围 然后就没了下围 此时陈锋虽然惋惜 但灵家之事毕竟涉及到了耀日帝国高层 而那灵家小姐现在就是一个温神 我们也断不可与之牵扯上 这时邱万峰又提起了一件怪事 据弟子来报 昨日在山脉外围的一处山谷中 曾传出一道悬降镜的气息 可能是刚刚突破的 陈锋得之后 立马从座椅上跳了下来 如果如你所说 莫非是有年轻一辈的散修 在山脉外围寻得机缘 从而突破到了悬降界 当时那位弟子不敢靠近查探 只是远远地感受到这一股气息 还不能确定 此时陈锋瞬间喜出望外 若是得此少年天才 代替我宗参加风魔大会 想必定能夺得名次 然而邱万峰却担心 若是那少年已有宗门 又该如何 若是大宗弟子妹便罢了 若是小宗弟子 那就先灭了他的宗门 然后再将他彻底留在我灵云宗 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了 结结结 与此同时 硕大的神仙宗妹 王峰正在用一万宗门值 兑换了一次十连抽 伴随一具原神启动 无数系统奖励围绕在其周身 随后他毫不犹豫地将 所有修为和玄机灌输到了自己身上 片刻后 只见无数光球涌入了他的体内 此时他再也不是任人拿捏的菜籍了 而真正成为了整个神仙宗的牌面 本是公认的垃圾宗族 和顶级大佬们都抢着败入门下 如今更是一跃成了当界最强 原来他拥有个最强宗门戏 只要不断收徒 就能召唤诸天神魔 行着就能变强势种什么体验 然而就在今天 神仙宗迎来了不速之客 奉命而来的秋万峰 在看见其宗门牌匾后 神情之中尽是不屑 这什么狗屁宗门 还敢妄称神仙二子 我凌云宗可是心要山脉外围 最大宗门 都不敢这么叫 关键还以茅草屋为宗门注定 真是狗见了都摇头 谁料他话音刚落 只见草屋墙壁轰然倒塌 伴随而来的是一只巨大血泉 还不等他反应 人就和血泉来得次亲密互动 由于承受不住这份爱意 秋万峰直接把头害羞地埋进了墙里 这突如其来的屈辱 让从小就在宗门横着走的他暴怒不已 于是连忙狗废起来 肖小之徒竟敢偷袭老夫 要知道我可是凌云宗的大长老 你们要是敢再揍我 我的宗门定让你们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然而就在他狗废之际 王峰和大魔已走到他的身前 此时大魔兴奋不已 心想总算来了个冤大头 能让自己撒撒气了 而王峰则一脸阴沉 什么狗屁凌云宗 压根就没听过 你一大早就在我宗门口狗叫 是什么意思 秋万峰见状震惊不已 他简直不敢相信 为何一个疙瘩小宗 竟然会有这等强者 王峰见其许久不肯开口 于是便撇了撇身旁大魔 小魔要我们神仙宗向来 以德夫人 这个老baby就交给你了 你得让他心悦诚服地开口 大魔闻言心领神会 只见他迅速凝出巨型血手 随后一把将秋万峰牢牢抓住 同时嘴中大喝 小老儿简直不知死 若是不想这块石头成为你的坟墓 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开口为好 此时秋万峰可被吓坏了 心想着尼玛嘴上说着以德夫人 下手却重拳出击 这要是不说 恐怕明年的今天坟头都长草了 于是连忙交代 我明秋万峰乃是凌云宗的大长老 来此地是为了探查 之前出现在山谷中的悬降镜气息 王峰闻言若有所思 这悬降气息 想必定是前阵子刚突破的小五 不过你探查此人所为何事 只因封魔大会在即 而我宗未有一尊悬降镜弟子 无法征得封魔榜排名 所以才来寻找天才弟子 带回宗门 可王峰却听得一脸问好 蜂魔大会 那是什么 秋万峰则很意外 你竟然不知蜂魔大会 可心里想的确实 这等蛮横无理的小宗门 不知道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谁料就因他犹豫了2.5秒 大脸盘子就和大帝来了次亲力互动 随后他也只能以五一事交代起来 蜂魔大会是为了镇压封印千年的悬叉大魔所办 堪称耀日帝国十年一次的盛会 由于悬杀大魔恐怖无比 其一身精纯魔气 哪怕是被封印 依旧会一刺而出 导致封印他的地方 都会被魔气所侵染 所以耀日大帝组织帝国境内所有宗门强者 去击杀被魔气侵染的妖狩 来削弱悬叉大魔的实力 但这一次 耀日大帝传下旨意 只让年轻一辈弟子前往 因此如今所有宗门 为了能够夺得蜂魔榜靠前排名 如今都在疯狂培养宗内弟子 以及寻找在外散修天才 此时王峰听得一脸惬意 不得不说 你的眼光可真毒啊 人海茫茫中 一眼就相中蜂魔大会的郑主 这也把一旁大魔听笑了 结结结 没想到蜂魔大会 竟然是专门为我举办的 此刻邱万峰早已听得汗流浃背 眼眸之中尽是惶恐之色 为你而举办的 难道你就是 没能想到 往日唯唯诺诺的王峰 竟突然变得杀法果断起来 就在他得知此次蜂魔大会的郑主 正是刚败入师门的大魔后 心中不由多了一丝担忧 能让一大帝国之主如此敬 甚至不惜每十年举办一次蜂魔大会 想必这悬杀大魔 定没有表面上这般简单 于是便扭头试探性询问了下 小魔 你被那么多大能联手封印 又怎会这般轻易就脱身了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问题 大魔似乎察觉到了王峰的用意 也只能老实交代 宗主 不瞒你说 这些年我自创了一门分身术 其实那些小老儿封印的 只不过是我的一句分身 这时王峰又走到了秋万峰身前 询问起了蜂魔榜 原来蜂魔榜正是这次大会的榜单 以击杀被魔器侵染的妖兽数量为排名 前几年蜂魔榜只针对老一辈的强者 但这一次却只让年轻一辈参加 王峰文言瞬间喜出望外 看来此次大会 定有无数年轻天骄聚集 说不定可以借此 来完成系统的收徒任务 随后得知大会将在一个月后才举行时 心中也是不由窃喜 看来这时间还挺充裕的 届时定要去好好表演一番 就在他遐想之际 邱万峰却开口求老起来 大老你看你该知道的都知道了 是不是可以把老夫当个屁放 而王峰则禁止走到他的头前 想让我放了你也很简单 那你就得老实告诉我 若是你寻到那悬降镜的人 接着你会如何 我会将其带回宗内 看着王峰充满杀意的眼神 此时窦大的汉珠已经布满在他额头 可陈峰交代的那番话 他可不敢说出口 王峰见其沉默不语 连忙吩咐大魔施加威压 喂饱狗命 邱万峰只能老实交代 若是小宗门的人覆灭其宗断其后路 话音刚落 王峰淡漠地扭过了头 随后伸手示意 杀了吧 大魔立马心领神会 只见他直接紧握左权 只闻一声你不讲武德 随后邱万峰瞬间原地火化 王峰也顺势获得了五百宗门之 这时大魔满脸不屑 这便是耀日帝国大宗的德性 简直比本魔还四魔 宗主既然已与凌云宗结下梁子 何不直接去把他一锅端了 王峰闻言心想 这凌云宗既能做出这种霸道之事 想必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而且若是让他们知道邱万峰一事 怕是之后神仙宗将麻烦不断 想到这王峰心中已有答案 也罢 那便随我去看看吧 与此同时 耀日帝国皇都长陵府内 一只绿色皮羞正充当着书桌 而长陵侯林天雄 正悠闲地欣赏着一朵雏菊 片刻后 他突然询问起义旁王老 你说云一这孩子怎么还未回来 不就是让他去杀的邻家余孽吗 怎会需要这么长时间 禀侯爷 属下已经让人去告知云一少爷了 估计可能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就在这时 王老腰间令牌嗡嗡作响 侯爷有消息传回了 估计是云一少爷怕您等急了 先传消息回来给您汇报呢 还算这小子有点良心 知道为父担心他 你快看看传音令服 我倒想听听那小子说了些什么 可当王老听完传音后 整个人瞬间老泪纵横 接着浑身颤抖地说道 云一少爷 他死了 林天雄文言瞬间震怒 直接一刀噶掉了身旁皮修 究竟是哪个不长眼的 快给老子去查 竟敢绝老子后 我定要生死了这个杂碎 是威震八方的长灵猴 上古皮修乃是他的胯下坐鸡 可他却是个三秒男 年近六十才老来得子 当然他儿子也没令他失望 可谓是烧杀抢夺不干一件人事 最终也是惨死在小五之手 在得知这一消息后 林天雄当场震怒 势必要将凶手千刀万剐 次日要日成如往常一般平静 城内更是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都卫军统领李卿尘 看着如此景象也甚是欣慰 可下一秒 他却发现一支浩浩荡荡的军队 朝城门口缓缓走来 看着无比熟悉的皮修 额头也是不由生出几滴冷汗 于是连忙一跃而下 挡在众人身前并大声怒喝 长灵猴林天雄 你私自调动长灵军出皇城 可知这是大不赦之罪 本侯当然知道此举愧对陛下信任 但我唯一的儿子惨死心要山脉 待本侯为其报仇 必定回来向陛下请罪 可面对王峰他真的能回来吗 不过李清晨闻言心中还是无比惊讶 要知道林云一可是他唯一逆灵 也不知道是谁有这胆子 竟然嘎了他儿子 可就在他遐想之际 林天雄见他毫无退让之意 直接仰天怒喝 李清晨我念你是护卫统领 才给你几分薄面 若是你还不退让 就休怪本侯对你动手了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 也没人能阻挡本侯接回儿子 正当他不知如何是好事 扶城之中传来一道声音 清晨放行吧 其子之死已让他失去理智 虽有冒犯但情有可原 让其回来立马来找朕即可 李清晨闻言连忙行李放行 你去吧 回来之后自己去找陛下理罪 林天雄也十分失去 多谢陛下理解 待我接回林亦报了血仇 定会前去请罪 看着浩浩荡荡离去的军队 李清晨心中不由感慨 看来江湖之中又要有一场 腥风血雨了 另一边 王峰已带着摇跃几人 来到了林云宗 刚落地就发现 一位紫发少年正在被人围殴 只见他抱着额头不断求饶 不知李黑拿冒发的少主 还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放过我吧 结结结 本公子看你生得几分俊巧 便特意赏赐你一个香吻 你居然舍得躲开 你说说看你是不是欠抽 原来此人正是林云宗少主陈欣 然而这时 他身旁的几个小弟也连连感慨 真可谓上天有好生之德 感谢爹娘把我们生得这么丑 要不然我们迟早也得屁股开花 若非我们是林云宗三丑 宗主恐怕也不会挑选我们侍奉少主 此时陈欣也越打越兴奋 嘴里还不停嚷着 杂役弟子就是杂役弟子 才愁你几下就受不了了 果然是中看不中用的废物 然而一旁王峰看得满脸无奈 这个林云宗少主妖里妖气的 还如此暴念 可见这宗门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谁料这时系统发来提示 恭喜宿主发现绝世天才一名 王峰看着妖娆的陈欣一脸震惊 卧槽 系统你所说的绝世天才 该不会是这玩意吧 看着系统矿里出现的他 王峰差点没有吐出来 随着镜头不断切换 好在是这个紫发少年李黑 此刻王峰也百般不紧 绝世天才 那他还能被人欺负成这样 但是天下第一蛇仙美人 可如今却被人当面调戏 而下一秒 调戏之人纷纷人手落地 就在刚才 系统提示王峰 小黑子就是那个绝世天才 可他看着如此懦弱的男人 脸颊不禁生出了几滴冷汗 被人打成这熊样 也能叫绝世天才 难道他跟胖子一样 虽然是个凡人 却拥有绝世体质 想到这 只见王峰一跃而下 连忙上前阻止 娘炮助手 不对是助嘴 然而陈欣却一脸不屑 我倒要看看 究竟是哪个不长眼的 敢让老娘助嘴 可当他看到王峰的容貌后 立马变得病交起来 小公子我劝你 直接束手就擒 老娘的香吻 今日就由你来消瘦吧 王峰听完差点没笑出声 随后淡漠地开口道 姚月替我去找他嘴 话音刚落 伴随着一阵寒气 姚月已来到众人身前 其倾城的容颜 可把三丑缠坏了 但陈欣就不一样了 只见他已被气得浑身颤抖 瞳孔之中 更是布满了血丝 这世上绝不允许 有人比本公子长得还美 你们几个素将这女子擒住 本公子定要让他香消玉碎 三丑闻言迅速将姚月为主 动手前还不忘调戏一份 小美人你能落到我们凌云宗三丑手上 也算是你的运气了 若是小爷出手 恐怕你只能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了 此刻王峰也为他们捏了把汗 我尼玛身为宗主 都不敢去调戏姚月 我都不敢想 他们的下场会有多惨 只见姚月缓缓将手指 放在其中一人的脸颊之上 随后轻轻一划 接着一个华丽转身 三丑瞬间变成了五手冰雕 这操作也把陈星吓坏了 还不等他多言 姚月已瞬移至陈星深浅 并单指抵住了他的脸颊 谁料就在他冰死之际 小黑子却伸手拦下了姚月的攻击 这也导致他的手臂被冻成了冰雕 看着他面无表情的样 王峰此刻十分不紧 姚月健壮也连忙撤回了灵力 他这样凌辱你 你难道还要救他 这时贪坐在地的陈星却大笑起来 小黑 只要你杀了他们 本公子定会好好赏赐你十个相吻 话音刚落 只见一只手掌 狠狠地锁住了他的脖子 随后一把将其高高举起 此刻陈星还想做垂死挣扎 小黑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这么对我 而小黑子眼神之中竟是杀意 我本想留你到明天 结果你偏偏非要找死 为了不让你死在别人手里 令我暴汗终身 我唯有抢先一步动手了 看着倒地的陈星 他这才有所释怀 这操作也把一旁王峰看待了 看来这个绝世天才 并非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啊 明明是个菜鸡宗族 可顶级大佬们都抢着败入门心 如今更是在天一位玄帝转世 就在刚刚 李黑直接扭断了娘炮少主的脖子 而王峰看着性情大变了他 心中也是充满了好奇 于是连忙换出系统 询问起为何称李黑为绝世天才 可系统却显示 探查需要花费一千宗门值 王峰虽十分心疼 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点击了确认案 原来李黑原名为李长弓 乃是玄帝镜巅峰强者 意外与落后 应得到一箭之宝 这才转身成为了如今的李黑 听到这王峰也不禁打了个寒颤 要知道玄帝镜强者 一人便可灭一国 可既然他前世有此等实力 又为何遭受欺凌却不还手 在系统的告知下 王峰得知 李黑之所以这么做 完全是为了隐藏转身的秘密 不过但凡欺辱过他的人 都会见不到第二天的太阳 此时王峰不禁害人 比起此人自己就是个小垃圾 果然人不可冒相 接着他便询问起 李黑如今是何修为 在看完系统的介绍后 王峰则陷入了沉思 他没想到当初忽悠胖子 一年录像还真的有人能做到 曾经的他都能达到玄帝巅峰 如今资质再次得到暴涨 想必未来前途定不可限量 也难怪被系统认定为绝世天台 凌云宗少主 想必这里已无你的容身之处 不如跟着我走 本宗必定护你周全 可李黑眼神中尽是不屑 你长得跟爱坤一样 一看就是不忠用的小白脸 又有何资格收我 王峰闻言并没有生气 反而显得极其震定 果然是个小黑子 不过就凭我知道你的来历 李长公 听到这三个字 李黑立马陷入了沉思 在整个星耀山脉外围 根本就没有玄黄境的强者存在 可现在这等高手 静甘月沦为此人的手下 而且他好像对我并无论 不如就先去探探底细 若情况不对 再动用那件底牌 想到这 李黑便印下了王峰的邀约 谁料这时 只闻一道浑厚的声音 在整个广场徘徊 究竟是谁敢度我沉风的爱子 片刻后 只见他浑身颤抖了 走向已故的儿子 看着地上冰冷的尸体 沉风瞬间老泪纵横 随后立马怒视着一旁姚月 我派来保护星儿的三丑 想必就是你杀的吧 在得到姚月肯定的答复后 他瞬间如风了般咆哮着 这么说来我儿也一定也是你杀的 既然如此 那你就休想离开凌云宗 此话一出 一旁长老们连连惋惜 如此绝世美人 就这么死了未免也太可惜了吧 李黑健壮刚想开口 却被一旁王峰伸手拦住 怎么啊 你还想去一命敌一命吗 而上一秒 还沉浸在丧子之痛中的陈峰 下一秒却又调戏起了姚月 不过只要你再给我生个儿子 那也算是一命敌一命 黄峰健壮心中固有吐槽 我去 差点真以为他爱子如命 结果就是个见色望子的色老头 于是便吩咐姚月 既然他这么着急见爱子 那就成全他吧 话音刚落 只见姚月缓缓走向陈峰 其蓝色的双眸中 竟是无穷的杀意 这五帽双全的绝世美人 如今却被个糟老头当众调戏 甚至还口出狂言 让其给自己生个大胖小子 可姚月又怎会惯着他 只见他缓缓走向陈峰 双眸之中尽是无穷的杀意 可正当要开打之陈 陈峰却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其实本宗也是个怜香惜玉之人 为了不伤何其 不如我出一掌 美人若是能躲过 我而便算是白死 但若是没能躲过 那便留下来给我生个大胖小子 而姚月并未言语 则是死死地盯着陈峰 见女人沉默不语 他竟恬不知耻地说道 既然美人不反对 那本宗可就到你答应了 说罢只见无数白色能量 瞬间汇聚在其掌中 接着便连忙跃至空中 嘴中并大喝道 凌云掌 面对袭来的巨大掌印 姚月竟没有丝毫闪躲之意 而掌印在接触到他之际 并没有对其造成实质的伤害 反而形成了一团巨大的气体 将其困至空中 数秒后只见一滴血珠从空中滑落 接着瞬间化作无数红色针芒 急速地朝姚月暴射而去 最后广场之上 只留下一道巨大掌印 关键的凌云宗长老们这才明白 原来宗主之前的行为 都是为了迷惑对方 好使其一招毙命 不过这也未免太暴殖天物了 至少也要先享受一番了 可陈锋却表示 绝世美人又如何 敢杀我而就唯有意思 一旁理黑十分不解 便连忙扭头询问王丰 你竟然眼睁睁看着他被杀 你可能对姚月战里有些误解 还有你哪只眼睛看到他死了 就在这时 只见空中坠落一具尸体 长老们见状惊慌不已 宗主你快看 从云上掉下来的 可是我们凌云宗的人了 听闻此言 窦大的汉珠不停从陈锋脑门低落 还不等他反应 姚月已出现在其头顶 刚刚你那一掌 我躲过了 说罢便从高抬一跃而下 手掌之上蓝色灵气环绕 现在我这一掌 就看你能不能躲过去了 看着逐渐逼近的女人 陈锋虽有些慌张 但还是凝出了一掌敌挡 本宗就不信 你当真如此之强 而就在两掌触碰的瞬间 只见一道兵墙 横在了陈锋眼前 转瞬间 兵墙之上形成了无数兵刺 静直朝他刺去 紧过了两秒 陈锋变成了一只刺猬 也是如愿能见到自己的儿子 这五帽双绝的玄黄大佬 如今却被个入相老头当众调戏 甚至还口出狂言 让其给自己做小老婆 这可把姚月彻底激怒 紧紧一击 便让老头变成了刺猬 看着眼前阴狠的女子 凌云宗长老们躲在一旁 瑟瑟发抖 她们不曾想入相近巅峰强者 在这个女人面前 竟如此不堪一击 眼下宗主已死 正当她们不知如何是好事 王峰却淡默表示 我以神仙宗宗主之名 宣布世上再无灵云宗 你们就原地解散吧 说罢便带着姚月离开了此地 看着逐渐远去的俩人 王长老这才松了口气 随后便立马换了副嘴脸 别以为撂下几句狠话 灵云宗就会因此解散 既然宗主和少宗主都已经亡了 为了宗门的延续 看来我们得尽快选出下任宗主了 可一旁的徐长老颤抖着表示 灵云宗不会再有续任宗主了 表情之中竟是惶恐之色 话音刚落 只见一块巨大的兵团 正急速地砸向宗门大殿 随着他的落下 指纹一声巨响 整个宗门只剩下无数残骸 王长老看着眼前的景象 瞬间心如死灰 谁料就在这时 一道洪亮的声音响彻整个广场 陈峰何在 王长老瞬间被吓尿 一阵以为那个煞星又回来 可不曾想却是长陵侯 他这才缓过神来 也对 那个煞星杀了陈峰刚走 又怎么会折返回来找他呢 可就在他遐想之际 长陵侯已来自他的身前 并大声询问道 你就是陈峰 看着眼前凶狠的皮羞 王长老说话都变得结巴起来 不 我不是 我们宗主已经死了 这时长陵侯也表明了来意 无乃要日帝国的长陵侯 你可知本侯之子林云依 是被何人所杀 见其子被杀 王长老也是被惊得何不拢嘴 究竟是何人有如此大的胆子 竟敢对异国侯业之子出手 在一番思索后 他便准备来一首祸水冬 回侯业 我知道是何人杀了您的儿子 听闻此言 只见长陵侯双眼之中 布满了血丝 其实杀小侯业之人 也正是杀我宗宗主的凶手 而那人自称是神仙宗宗主 又来了 一向靠嘴输出的王峰 如今又迎来了一位顶级大王 剑魔艳势三 而就在姚跃灭宗后 王峰便带着众人返回了神仙宗 原本还在看门的大魔 在看见归来的王峰后 便立马放飞了手中 把玩许久的昆昆 一个剑步瞬间来到王峰身前 二话不说就是一顿拍 宗主果真神威 仅用了两个时辰 便歼灵云宗凯旋归来 这要是放到现代 大魔不是个大唐经理我都不服 与此同时 李黑也顺势落地 一旁王峰再次发出邀请 你考虑的如何了 可愿加入我神仙宗 然而在见到宗门驻地后 李黑顿时心生退役 哪怕自己前生身为玄帝境巅峰大门 其所创建的宗门 都不敢称神仙二子 而这鸟不拉屎之地的小宗门 竟也敢取这等名讳 简直不知所谓 想到这他满脸不屑 燕雀安之洪湖之至 跟你走这一趟 简直是在浪费时间 听到这话 一旁大魔瞬间不乐意了 只见其一个顺身 便锁住了李黑的龟头 双眸之中竟是滔天杀意 本魔劝你好好跟宗主说话 然而王峰却并没有生气 反而心平气和地继续靠嘴输出 哪怕你前世乃玄递境巅峰强者 此刻的你也不过是个入巷菜鸡 若是在这里动手 你怕不会占到一点便宜 一听是这等强者 大魔连忙缩至一旁 卧槽 这小白脸竟然是大佬转世 纵然是我全胜时期 面对这等存在 都如蝼蚁一般丝毫没有抵抗之力 王峰见其并没有动摇 便掏出了小世界令牌 准备带他去见见宗门真正的驻地 希望他能有所改观 随着秘境入口的开启 硕大的神仙宗瞬间浮现在其眼前 此时李黑心中也很是震惊 虽说玄递境强者可以创建小世界 但哪怕前世的自己 都没见过如此庞大且完善的小世界 本帝倒是要看看 这宗妹到底有何玄妙之处 当他刚走入大殿后 王峰则继续输出 本宗知道你身怀至宝 但他还没资格入我法眼 我对你只有一个目的 那便是加入我神仙宗 可李黑似乎并没有所改观 若是我不加入 你又能如何 随着王峰的一个响指 叶孤城和西门挑雪闻身而至 看着眼前又多了两位玄黄大猫 李黑瞬间觉得有意思起来 怎么你想以多欺少逼我加入 靠着那件至宝当底牌 即便是三位玄黄境强者联手 我依旧可以全身而退 王峰刚想说些什么 却被长剑划过地面的声音打 顿时一股恐怖的威压 席卷着整个大殿 只见一位身穿黑色长袍的男子 出现在众人眼前 那若是有四位玄黄境强者联手呢 说罢便恭敬地走到王峰身界 属下燕十三败剑宗主 原来此人正是刚刚召唤而出的新大佬 拥有玄黄境巅峰实力的燕十三 相传他是某少爷的剑中 未见到蜂魔的第一流剑客 他生平的愿望便是与剑帝谢小枫一绝高下 燕十三生平绝学夺命十三剑 可以凭借第十五剑杀死谢小枫 却发现这一剑带来的只有毁灭和死亡 于是为了彻底毁掉这可怕的一剑 便选择割破了自己的喉咙 李黑在见到燕十三后 也是被惊得合不拢嘴 可没过几秒 又调侃起了一旁的王峰 你身为宗主 却只有玄黄境的修为 你真的配做宗主吗 谁料他刚说完 燕十三的长剑已悬在了他的脖梗处 看来夺命十五剑有必要重新出世了 而王峰却立马拦住了他 燕长老且稍安勿躁 不就是玄黄境巅峰修为吗 只要本宗想拥有 随时都可以 接着他便查看起拥有的宗门纸 看着眼前的数字 王峰也不禁感叹 没想到这么快就手握四万宗门纸巨款了 这下可以好好地装一番了 又来了 王峰他要开始装逼了 锦衣顺便踏入了玄黄之巅 再一指就连王侯境的叶孤城 也在弹指间成功晋升玄黄 而就在刚刚 即使被长剑悬在驳狗处 李黑依旧不为所动 甚至还出言嘲讽起了王峰 你身为宗主 却只有玄黄境的修为 你真的配做这个宗主吗 可王峰听完不仅极其淡定 还顺势吩咐燕氏三收起长剑 接着一脸不屑地看向李黑 不就是玄黄境巅峰修为吗 只要我想弹指可路 随后在查看完现有的宗门之后 便立马对话了刺十连抽 伴随着一具原神启动 只见无数携带奖励的光球 围绕在王峰身旁 紧接着他便将燕氏三十分之一的修为 加持在了自己身上 一阵磅礴的金光 瞬间涌入王峰体内 而他也成功迈入了玄黄巅峰 此时李黑震惊无比 心头满是疑惑 难道他之前一直在隐藏修为 还是说他真的能在一瞬间 晋升至玄黄境巅峰 想到这痘大的汗珠不停滴落 就在他愣神之际 王峰伸出右手得意的询问 一不小心就到玄黄巅峰了呢 不知现在你还有何话可说 然而李黑依旧死压子嘴里 毕竟自己也曾是站在顶峰的男人 怎能如此轻易屈服 就算神仙宗拥有四位玄黄境高手 照样不能逼我就反 最多也就能给我拼个鱼死网破吧 漏漏漏 你还算漏了一位 听到这话 李黑也没想到 这个老六竟然还藏着一位高手 于是连忙询问是谁 而王峰却适宜 正是一旁的叶古城 李黑见状很是不解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呢 他现在只不过是王侯修为 又如何越过那道鸿弓 王峰则得意的摆了摆手 现在虽然不是 但马上就是了 你可曾听闻隔空灌底 今天我就让你开开眼 你莫不是开赛路喝多了 满嘴胡话 即使我前世拥有玄地境巅峰修为 也做不到你所说的隔空灌底 一堂王峰也很是无奈 本来不想装逼的 结果现在不得不装了 玄地境巅峰的你做不到 不代表玄黄境的我做不到 睁大你的马眼给我看好 说罢便连忙在叶孤城额头清点了下 并吩咐系统将其他修为 全部加持在叶孤城身上 转瞬之间 只见叶孤城额头金光乍现 接着无数金芒涌入其中 最后叶孤城也是成功踏入玄黄之境 看着一生之敌成功晋升 西门飘雪脸上竟浮现出了一丝喜悦 拜宗主所赐 我又能畅快地找他对决了 可一旁的李黑就极其不淡定 我敲 他竟然真的帮这位叶长老 晋升到了玄黄境 王峰却并没有为难他 现在认清局势了没 入我神仙宗 我不仅可以让你恢复巅峰 甚至还可以超越以往 见识已至此 李黑便也没在头体 想我加入也行 不过先说好我只加入十年 期限一到我便会离开 且你不得透露我身上秘宝 消息 他的那件什么破秘宝 王峰自然是看不上的 他现在只想收了这个玄帝转世 获得系统奖励 见王峰同意 李黑也是立马实去地交出了全部家党 而他也因此获得了颇丰的奖励 看着眼前弹框中丰厚的物品 王峰也不禁感叹 真是不枉我冒着与玄帝转世硬刚的风险 这奖励当真验证了 高风险高回报的这句老话 而此刻炮灰长林侯也在赶来的途中 就在王峰收服李黑后 新角色也即将登场 乍一看只是个文弱书生 实则却是个狠角色 即使面对积长鹿鹿的黑熊 他也依旧面不改色 甚至还自嘲起来 没想到江泰功成不欺我 我就搁这一站 果真就有食物自投罗网了 看这份量也足够自己饱餐一顿 可就在黑熊扑向他之时 他却突然发现 天空好似被一团黑压压的东西给遮住了 于是连忙睁眼查看 竟发现一阵魅力麻麻的剑影 正朝自己报射而来 指纹一声巨响 被超度的黑熊应声倒地 原来这一切正是长鹿军所为 看着一片狼藉的空底 长鹿猴正要下去收尸 谁料这是黑熊的身体 竟在不停地扭动 随后更是奇迹般地站起身来 原来黑熊早已凉透 是沐云飞将他撑了起来 此时只见他不慌不忙地 拍打着身上的灰尘 可长鹿猴胯下的皮羞不乐意了 直接在嘴中凝出了妩媚真虎 接着便朝沐云飞喷射而去 而他却一脸惬意 然后慢慢地拔出手中长剑 接着轻轻一挥 最后只见黑熊的手掌应声飞出 在两者激情的碰撞下 美味绝伦的烤肉就做好了 沐云飞一边啃着 嘴里还在挑衅着常灵猴 谢谢你啊老铁 你要不要也来一口 常灵猴文言直接一掌 拍在皮羞的脑门上 借着惯性一跃而起 你就当是我赏给你的断头餐吧 说罢只见其右手金色灵气缠绕 片刻间便凝出了沙包大的拳头 直接朝沐云飞轰去 此刻他才发觉情况不对 则立马拔出长剑 见对方要超度自己 他也不准备藏桌 顺边挥出惊鸿一剑用来抵挡 可就在两者触碰之际 只见长剑正不断被压缩 直至剩下一枚剑饼 沐云飞也顺势被轰入地底 片刻后 他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随手扔掉了手中的长剑 即使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 可他依旧丝毫不慌 还好刚吃完的烤肉没吐出来 要不然可真是赔得熊掌又折兵 此时长灵猴也没再出手 反而扭头看向一旁的云长老 他年纪轻轻便有王猴镜修为 又出现在星耀山脉 听闻此言 已被气得浑身发颤 你刚刚差点一拳将我捶死 结果仅仅是因为认错人了 糟了糟了 王尊的茅草屋竟被长灵猴找到 而他也毫不啰嗦 直接吩咐长灵君对其攻击 转瞬间 无数剑与炒草屋暴射而去 可就在剑矢即将炸穿草屋之际 只见大魔拿着马桶塞挡下了所有攻击 而就在刚刚 长灵猴刚来到耀日山脉 却错把沐云飞误认成了王丰 并把他胖揍了一顿 得知真相后 本以为他还有啥后手 可下一秒就被皮修踩在了脚下 喂老头我可真不是王丰啊 为什么就不肯放我走呢 而久经沙场的长灵猴自然不会相信 虽说你不是杀死我大儿的王丰 但也不排除你是他门下的弟子 听闻此言 他也是被吓了一条 逗大的汉珠不停在脑门滴落 他不敢相信在耀日帝博内 竟有人敢杀长灵猴之子 可就在他遐想之际 长灵猴继续逼问 赶紧老实交代 你究竟是何人失成何处 见他久久不语 长灵猴则继续追问 此片区域紧挨三大帝国 你又不肯透露失成 莫非你不是耀日帝国之人 沐云飞听完瞳孔瞬间一震 见一辈猜到便老实交代起来 晚辈其实是神风帝国的修行者 恰巧来此历练罢了 你小子竟敢来耀日帝国历练 胆子倒是挺肥啊 你就不怕被境内强者斩杀 听闻此言 沐云飞竟直接大笑起来 这又有何惧 既然是历练必定就有风险 若惧之又何以成长 谁料他刚说完 只见长灵猴传来喜讯 侯燕 前方五十里处找到了神仙宗注定 沐云飞本以为长灵猴会放了自己 可却被绑着一同前往了神仙宗 随着一声巨响 众人便来到了神仙宗门前 看着眼前的草屋 沐云飞一脸失望 本以为胆胆挑衅长灵猴的神仙宗 会是什么隐士大尊 说不定还能助我逃离苦海 可结果就是一间破草屋 而此时长灵猴已全部拿起了箭矢 随着长灵猴的一声令刺 只见漫天剑与草草屋呼啸而去 与此同时 他们的大魔直接一跃而起 接着连忙从虚空之中抽出了一根大铁棒 随后笔直地站在草屋之上 一脸惬意地看着不远处的众人 心想正无聊呢 结果就来了一群玩具 说罢便将铁棒悬于空中 转身之间一道红色屏障 赫然出现眼前 也是毫无意外地挡下了所有攻击 这可把长灵猴们吓坏了 我去 那是什么 明明看着像只蟑螂 却怎么有这般通天本事 听闻此言大魔可是被气坏了 你们才是蟑螂你们全家都是 说罢便抡起铁棒 直接朝长灵猴砸去 伴随着一阵阵的哀嚎声 请客间只剩下长灵猴一人悬于空中 而迎接他的是一根硕大的铁棒 和大魔的怒喝声 而等何人 竟敢闯我神仙踪 看着眼前铁棒散出的滚滚煞气 长灵猴瞬间花容失色 这难道是悬叉魔棍 莫非你就是被陛下封印的 悬叉大魔 完了 悬叉大魔要挨揍了 面对长灵猴的麒麟法身 大魔又该如何应对呢 就在刚刚 长灵猴看着眼前煞气肆意的铁棒 逗大的汉珠不停在脑门滴落 这竟是悬叉魔棍 难道你就是当年被陛下封印的 悬叉大魔 一旁的莫云菲也很是惊讶 他没想到眼前这个如蟑螂般的男人 竟是昔日那个肆虐要日帝国的暴徒 要不是当年被诸多强者联手封印 恐怕要日帝国早就不复存在 如今他却能从神坠谷地中逃脱 莫非也是那个神仙宗王丰的手笔 没想到区区一间草屋 竟然隐藏着一位绝世高手 此时长灵猴虽很好奇 他是怎么逃出来的 但现在毕竟是来为大尔报仇的 还没必要与他于死往迫 于是便准备出言试探一番 神仙宗王丰超度了我的儿子 只要你不妨爱本侯复仇 我便当今日从未见过你如何 然而大魔却大笑了起来 你说的好是好 就是不知道 我手中的大棒他答不答应 见今日不能善良 长灵猴也不再准备留守 一个剑步便朝大魔马了过来 既然如此 那本侯今天便先超度了 再去找那个王丰 而大魔却丝毫不慌 反手就是一棍挥去 想杀本魔 就光靠一张嘴吗 谁料挥去的魔棍 竟被皮修死死咬住 接着他连忙吐出三昧真物 很快真火便蔓延至魔棍全身 可就再要触碰到大魔之时 只见长棍头部瞬间胀大 面对如此巨物 皮修自然无法承受连忙撒死 唐灵猴见状借着皮修一跃而起 金色甲片瞬间覆盖双手 高举双拳直奔大魔而来 而大魔则一脚踢在魔棍之上 魔棍应声而出 直接朝长灵猴面门飞去 可没想到在真火的焚烧下 他不仅没有受伤 反而实力又暴涨了一截 你人还怪好嘞 谢谢你送来的火焰 助本猴一臂之力 说罢便又是一拳挥去 而大魔自然不慌 抄起魔棍就赢了上去 就在两者碰撞之际 只见附着在长灵猴身上的灵甲 竟被打得全部脱落 这恐怖的余威 也是把沐云飞正飞百丈之远 显然大魔更胜一筹 看来悬刹魔棍的回答是不 可此时长灵猴却笑了起来 大魔见状眼神瞬间变得凌冽起来 你莫不是被魔棍打傻了吧 都快隔屁了还在这笑 我笑是因为你虽然从神坠谷地逃了出来 但是修为却也从玄黄境巅峰 跌到了王猴境巅峰 此话一出愣是给大魔斗乐了 就算本魔现在是王猴修为 但也足以碾压你了 可就在大魔说话之际 只见皮修嘴中瞬间燃起滚滚烈焰 随后静止朝长灵猴喷去 这一操作也是把大魔给太傻了 我说你们搞什么飞机啊 就算打不过也不用自焚吧 谁料话音刚落 长灵猴竟伴随着滚滚烈焰 化身战神御火重生 你说的没错 我的繁体确实只有王猴中期修为 但我的麒麟法身可远远不止如此 因为烈焰当场火化 他不仅没有死 反而御火重生造就麒麟法身 原来这是他与皮修的合体计谋 也是他最后的底牌 看着眼前人手瘦身的长灵猴 此时大魔很是慌张 逗大的汗珠不停在脑门滴落 他不敢相信 原来只有王猴中期的长灵猴 静越来到了玄黄境初期 可就在他遐想之际 只见长灵猴已朝他报射而来 看着转瞬间便来到头顶的他 显然大魔没有了之前嚣张的气焰 神情之中多了一丝惊慌 随着他的受体落下 原本平整的大地 顷刻间被踩出了一个巨大的窟窿 待烟尘散去 大魔也只能靠着玄刹魔棍苦苦之称 此时他心中不禁感叹 这家伙不仅身体和力量都变大了数倍 静连速度都上升了好几个档次 而一旁仅剩下的两个独苗 见大魔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也是连连拍手叫好 不愧是侯爷的麒麟法身 没想到静连悬叉大魔和那邪门的棍子 也能轻松压制 这蟑螂恐怕命不久矣 谁料俩人话音刚落 只见大魔一个华丽转身 接着一脚用力的蹬在魔棍之上 如意如意随我心意 速速变大 随后魔棍应声而出 瞬间障大 直接将长灵猴顶飞了出去 最后奥立于大地之上 而大魔自然不会给他喘息的机会 高举魔棍便朝长灵猴面门砸去 紧一击便将大地砸得粉碎 其余波也是震得炮灰们瑟瑟发抖 可此时大魔脸上依旧忧心忡忡 因为他知道紧凭这一击 是很难给长灵猴造成实质伤害 结果正如他所想 长灵猴竟毫发无伤地出现在他眼前 并双眼正正地蔑视着他 仿佛在嘲笑着他的无能 而此时的大魔也净显无力 面对境界上的差距 他只能选择先拉开距离 再借机寻找破绽 可长灵猴并不准备给他机会 只见其将身体蜷缩 片刻后化作一道流光 直奔大魔而去 紧一瞬便来到他的眼前 还不等他反应 就是一记重重的肘击将其击飞 接着一拳 两拳 三拳 可谓是拳拳倒肉 结结实实地砸在他的面门之上 随着最后一拳落下 大魔直接被击飞摆仗之远 最后被土壁挡住 这才堪堪停下 此刻他的双眸之中尽是绝望 本魔好不容易才从神坠谷地逃出来 难道今天就要陨落于此吗 与此同时 只见长灵猴以高举两块巨石 准备将它做成魔肉馅饼 大魔剑状惊呼 完了这下可真的要像蟑螂般被人拍扁 话音刚落 长灵猴直接将巨石和紧 在这强力的冲击下 难道大魔就这样遗憾下线了吗 他来了 叶孤城再次迎来史诗级加强 不但就大魔于危难之中 还是天地人三剑 轻松秒杀拥有麒麟法身的长灵猴 就在刚刚 只见两块巨石瞬间合拢 伴随着一阵剧烈的炸响 无数碎石滚落地面 可事后长灵猴竟没有丝毫喜悦 反而眼神之中满是震惊 他没想到本该被碾成肉泥的大魔 竟然奇迹般地消失了 就在他疑惑之际 悬在空中的大魔得意地扯了扯嗓子 别在那犯傻了 没想到本魔还活着呢吧 长灵猴闻声看去 眼神之中似乎多了一丝忌惮 没想到你们神仙宗 竟还藏着影视高手 而此人正是晋升玄黄的叶不成 只见他手持飞红矗立在屋底 浑身正散发着圣人的戾气 接着他顺势凌空一动 长剑立马归入窍中 同时附在大魔身上的灵力也顺势散去 见此情景 躲在巨石后的沐云飞 也是被惊出了一身冷汗 心想一个悬叉大魔不够 结果又来了一个更强的高手 这个神仙宗究竟是何方神圣 为何我在耀日帝国历练期间 从未听过这个宗门 就在他遐想之际 另一边 叶不成正夸赞着大魔 宗主对你的表现很满意 你就先到一旁歇息吧 见老叶给自己来找场子吧 大魔连忙指了指身后的来人 你看就是这个人 自称是长灵猴 一见面就说要超度宗主 老叶闻言双眸瞬间充满杀意 飞红也再次出桥 嘴角缓缓道出一句 痴人说梦 说罢一阵磅礴的灵气 在他周身瞬间肆意而出 而残留的长灵君们 则立马在空中跳起了舞 可作为酒精沙场的长灵猴 自然不会不战而降 只见他后提一灯 竟直朝叶孤城暴射而去 老叶剑状连忙将飞红悬于空中 顷刻间长灵君们全部汇聚于剑间 随着一阵暴和 天外飞险 人剑 人形剑气直逼长灵猴面门 面对如此磅礴的剑招 而他现在也只能被动地防守 在挡下这一击后 他不敢有一丝懈怠 又直奔叶孤城而去 随后两人拔地而起 在空中过了数招之后 只见叶孤城再次发难 随着黄色灵气转换成蓝色后 长灵猴脚下的大地 瞬间被硬生生地撕裂成块 接着他一人一剑将巨石推至空中 而地面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与此同时 大魔也是总算注意到 被捆得严严实实的沐云飞 见他被敌人捆绑 想必应该是勇军 便准备救他引领 而随着长虹再次劈下 巨石静直朝长灵猴面门砸去 此招便是天外非仙 地剑 在承受如此重击后 长灵猴此时虽已不堪重负 但为大而报仇的信念 还是支撑他艰难地爬了起来 可他现在毕竟已是风中残竹 摇摇欲坠 此时叶孤城又怎会给他机会 只见他已悬于空中 浑身充满了暴力的雷电之力 而这正是他的最后一剑 足以号令天道的天剑 剑如此惊世一剑 长灵猴双眸不满惊恐之色 随着叶孤城用力挥下 浑厚的剑气夹杂着雷霆之力 顷刻间便已将他淹没 暴力的灵力正不断撕裂着他的身体 可他也曾是为国剑功立业的将军 作为一个父亲他又有何错呢 诸威震八方的长灵猴 可儿子却惨死他人之手 为了报此血仇 即使面对剑仙叶孤城 他也毫不畏惧 在藏下他的绝世三剑后 更是迎来了第二次蜕蜓 就在刚刚 随着叶孤城天剑的落下 夹杂着天雷之力的灵气 瞬间将其淹没在内 看着眼前硕大的蓝色光柱 大摩一脸得意 没想到宗主还真有一手 几日不见 就让叶长老的实力提升了一大截 这时沐云飞好奇地询问 你口中的叶长老 在神仙宗实力如何 大摩则表示 叶长老其实在长老中 实力算是最低的 此话一出 沐云飞额头冷汗不停滑落 心想三剑就能重伤 玄黄境初期的长陵侯 他还是实力最低的 幸好长陵侯抓我来的地方是神仙宗 然而就在他遐想之间 只见雷幕之中的长陵侯 突然高举残破的右手 并大声怒吼 长陵君排麒麟阵 众将士纷纷领命 于是连忙运气与长 接着有序地排成了一条长老 最后将所有灵气 依次传输给前一个人 就在一切都准备好时 只见皮修一跃而起 瞬间来到众人身前 随着灵气的不断注入 他们的身体也在不停的消散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君令如山 而这时皮修连忙张开锯口 嘴中瞬间燃起滚滚烈焰 接着朝长陵侯暴射而去 他在吸收完这股能量后 其身体再次燃起雄雄烈焰 与之前不同的是 这次的火已经变成了血红色 随后只见他发出一阵怒口 挥着重拳就朝雷幕砸去 在这一击下 雷幕几乎瞬间被其轰散 这一幕让大魔十分震惊 他没想到长陵侯竟还有后手 而且这一次 他的修为竟又暴涨了一几 见情况不妙 大魔连忙掏出魔棍 接着竟直朝地面的皮修砸去 因为他知道要想演 就必须先弄死他 而战场之上 长陵侯挥出的铁拳 已逼至叶孤城的面门 此时他并没有拔剑 反而拿着飞红就迎了上去 在僵持片刻后 只见飞红已慢慢刺破了屏障 谁料长陵侯一把抓住剑翘 并大喝着 区区剑翘也想伤本侯 殊不知 叶孤城早已来到他的身后 而飞红剑也刺穿了他的身体 可出人意料的是 长陵侯竟放声大笑起来 只见其连忙握紧飞红道 你最终还是中了我的苦肉计 话音刚落 无数烈火瞬间朝叶孤城袭去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天空竟飘出了几片雪花 转瞬间叶孤城就成了块冰雕 顺势躲过了此次攻击 而来者正是摇跃 此时长陵侯脑瓜嗡嗡作响 因为来的不止摇跃一语 近还有孤城的好机友西门飘雪 和老子打了一辈子的人 我都没敢伤过他 你怕是不要命吗 同时被世人嘲讽废物宗族 可如今却成了拥有五魂融合计的 极大老 即使面对玄黄境巅峰的长陵侯 他也有那天外一剑可斩之 而在这之前 随着长陵君们的陷阱 长陵侯迎来了第二次蜕变 面对修为暴增的他 叶孤城不仅被打得连连败退 甚至还出现了性命之威 幸好姚跃及时赶到将其救下 长陵侯见状脑瓜嗡嗡作响 因为来的不止姚跃一人 还有老叶的志友西门飘雪 此时他已在指尖凝气成剑 接着静止朝长陵侯的脑袋刺去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剑 他连忙将双手握在一起 随后身躯猛然一震 只见其周身脱落的鳞片 猛然射穿了西门飘雪的身体 转瞬间滚滚烈焰已将其包裹 可他却发现这团火焰 并没有给自己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可下一秒他又心头一紧 因为他发现这火烧的竟是玄气 长陵侯见状咧嘴一笑 接着连忙冲向西门飘雪 幸好姚跃及时救场 在将其冻在原地后 纵身一跃来到长陵侯的面门之上 却不料被其察觉 并被一拳砸在了腹部 就在姚跃被震退之时 长陵侯连忙向其射出数道鳞片 西门飘雪剑状提起 别被他的灵片击中 不然他们会化为火焰 瞬间吞噬掉你的玄气 姚跃文言直接用冰浆自己包裹在内 西门飘雪剑有破绽 立马拔剑朝长陵侯刺取 可这一剑竟被他抬手挡住 你现在玄气耗尽 虚弱的连我手臂都无法刺传 而西门飘雪则喘得粗气的 现在你绝对不可能躲过那一剑的 话音刚落 只见艳势三突然出现 接着一记横踢 暴力的灵气如猛兽板 肆意的席卷着长陵侯的下半身 伴随着一声惨叫 他的腹部以下仅剩一副哭 掩掩一息的他很是不解 这要日帝国 何时又出了一个玄黄境巅峰的高手 于是连忙询问 你究竟是谁 艳势三门炎将长剑悬在身前 无奈神仙宗门下艳势三 同时王丰一行人正在山顶观战 许久未见的胖子很是惊讶 我才闭关一会 宗内怎么又多出了个这么强的长老 李黑也不禁感叹 不知我此时何时才能再拥有玄黄境巅峰的修为 唯有小五面色极其难看 他就是害我们凌家灭族的长陵侯 王丰健壮拍了拍他的肩膀 别急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待会我会让你亲手复仇的 大魔剑宗主来了很是兴奋 说什么也要好好表现一番 尽快消灭眼前这只孽畜 以防宗主认为本魔没用 可就在魔棍挥落之际 皮修却被长陵侯吸了过去 老伙计 今日为了替本侯之子复仇 就只能牺牲你了 说罢一记黑虎掏心直接打了皮胸 片刻后他的周身燃起无数烈焰 但烈焰消散他不仅修复了伤势 就连修为也来到了玄黄巅峰 此时我的麒麟法身已是完全铁 你的剑在厉害 也休想伤本侯半分 而艳势三则很是不屑 接着连忙挥出夺命十五剑 紧一击 便让长陵侯半个身子的鳞片尽数脱落 谁料这时系统突然提示 发现一名绝顶妖孽 王峰看着被绑得很是严实的沐云飞 心想周围就只有他一个心念孔 且年纪轻轻就拥有王侯静的修为 看来绝顶妖孽就是他没跑了 于是连忙为其松绑 并询问你是谁 他则连忙表示 本人乃神风帝国的沐云飞 来星耀山脉历练 不曾想被长陵侯当成了神仙宗的人 然后就被绑了过来 可王峰却很是不解 以你的资质 在神风帝国的年轻一辈中 怕是最顶尖的存在 神风大帝竟然没将你当成宝 晚辈此前只是一个区区废物而已 出来散心时机缘巧合得到机遇 才有了如今这样的修为 王峰听完双眼闪着金光 心想这不是妥妥的主角模板 这样的人 拽都得把他拽到神仙宗来 于是一把握住了他的肩膀 能有这样的际遇 证明你的运气非凡 不知可愿加入我神仙宗 入宗后不仅有玄黄境强者一对一指导 还包吃包住朝九晚五 可沐云飞却一脸愁容 我若加入神仙宗 恐怕宗门将会麻烦不断 即便这样前辈也愿意收我吗 谁料就在王峰以为十拿九稳之时 胖子却突然冲了过来 嘴里还嚷着 宗主这下麻烦大了 而战场之上 在长林侯猛烈的攻势下 艳十三似乎也有些应激不暇 而此时王峰却一脸忧愿地看着胖子 心想这个憨子还真是一如既往的欠走 一下子就打破了 我好不容易营造出来的收徒气氛 于是他心生一记 你愿不愿意一举进入通灵境吗 听到这话胖子嘴都要笑歪了 连连表示自己愿意 王峰连忙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保证今日你一定如常所愿 随后又看了看一旁的沐云飞 心想为了顺利收徒 看来终究得我亲自动手了 说爸便一个顺身来到了长林侯身前 他看着眼前的仇人已怒不可恶 想必你就是杀死本侯之子的王峰吧 说爸直接挥拳朝王峰面门飞来 而他则不慌不忙 左手鸣玉弓右手划光剑倒 接着更是把两者融合在了一起 最后以一记夜孤城的天外飞仙收尾 谁料长林侯不仅挡下了这一击 还一拳把王峰轰飞了出去 就知道 不堪一击 小五见此一目甚是心慌 如果连宗主也无法打败长林侯 那我凌家的血海深仇又何时才能报 一旁里黑却很是淡定 宗主可没被长林侯打败 难道你还没发现身边少了什么吗 另一边 长林侯看着毫发无伤的王峰惊讶不你 中了我的麒麟眼犬 你竟然毫发不伤 而王峰则表示 重拳的可不是本宗 而是倒在那边的胖子 不过我还是得多谢你 用玄黄镜的力量替本宗锤炼弟子 虽然此时胖子已被打昏了过去 但他已彻底觉醒了玄灵归仙之体 虽资质平平 但却有个对他偏爱有加的世尊 不仅让他亲手报了灭门之仇 还为了他不惜得罪药日大帝 可他之所以这么做 竟只是为了装杯 而在这之前 胖子在挨了长林侯一记重拳后 居然意外激活了玄灵归仙之体 而长林侯在看到毫发无伤的王峰时 更是越发的恼怒 立马又是一记重拳朝他砸去 既然你那么喜欢我的锤炼 那本侯就在初点里好好锤炼锤炼 可王峰不仅丝毫不慌 还好心出言提醒 难道你到现在还没发现 自己刚刚把化成冰雾的剑气 全都吸入体内了吗 这时长林侯才反应过来 只可惜一切都为时已晚 此时王峰以凝气成剑 静止地朝他面门飞去 在这夺命十五剑不停地切割下 长林侯身上的鳞片也在不断脱落 很快他已现出真身掩掩一息 可令人意外的是他并没有求饶 反而威胁起了王峰 你若就这么杀了我 你一定也活不成 届时陛下一定会为我报仇的 而王峰则摇了摇头 本宗可没说过要杀你 此话一出长林侯本以为捡回了条小命 谁料王峰却扭头看向一旁小五道 剩下的就交给你儿 他闻言先是心头一惊 他没想到宗主一直都还记得 之前答应过自己的事 随后没有半点犹豫 静止走向毫无还手之力的长林侯 他在看清来人样貌后很是惊讶 他没想到林家竟还有漏网之鱼 而小五则面目猙獰地举起了木剑 我若死了又怎能杀死林云一 为林家人报仇呢 这时长林侯才突然明白 原来杀死自己儿子的并不是王峰 而是眼前这个林家一念 可令人意外的是 他竟开始癫狂地大笑起来 嘴中还不停地喊着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这离谱的操作也是让王峰百思不得其解 心想这家伙难道是疯了吗 明知道是小五杀了他的儿子 怎么还能笑得这么开心 而长林侯接下来的话却语出惊人 不管本侯父子死得多惨 你将来只会比我们惨上数万倍 杀了本侯 神仙宗或许尚有一线生机 但是你们敢收下林飞舞 将来整个宗门避免无疑 此话一出 王峰的神情立马变得凝重起来 果然如我所料 林家灭门另有隐情 不过现在想要从长林侯嘴中 撬出事情的真相断然是不可能 大魔好像之前与要日大地交过手 或许他能知道一些隐情 看来之后得找他询问一二 而小五在听到此话后 举着木剑的手竟在不停地颤抖着 许久后才开口询问王峰 我真的可以杀他复仇吗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王峰竟扶住了他原本颤抖的手 还记得本宗之前跟你说过什么吗 我神仙宗无惧任何人 既有血仇哪怕是天大之人 也必杀之而后快 说罢便将小五原本放下的手 再次扶起 对此他瞬间煽然泪下 阿爹 你若全下有之可以安息了 接着便直接刺穿了长林侯的胸膛 事后大魔连忙提起 宗主如今长林侯已死 恐怕要日大地断然 不会善罢甘休的 然而王峰听完却毫不在意 大魔呀你的格局还是小了 你要知道风浪越大鱼越贵 要不然我神仙宗 又何时才能声名鹤起呢 说罢他便露出了智慧的小眼神 心想要论装备舍我其谁 与此同时 只见一双殷勤的小手 拖着钱袋伸了拐 弟子沐云飞恳请加入神仙宗 这一出也是整得王峰十分尴尬 你是怎么知道本宗收徒规矩呢 而沐云飞则指了指身后的林妃 弟子之前向师兄讨掉过了 对此王峰连忙借过钱袋 心想如此甚好 也省得我再费功夫忽悠 同时系统也发来提示 恭喜宿主招收绝顶妖孽一名 奖励五万宗门值 和一次随机召唤机会 看着眼前的奖励 王峰也是被吓了一跳 好家伙 我这是捡到宝了吗 没想到沐云飞带来的宗门值 竟然比玄帝转生的李黑还要多 而王峰这一次又会召唤出谁呢 我女朋友的都知道 长得越漂亮脾气就越大 就算是在玄幻世界也不例外 只因老头对他表了个白 结果就被冻成了冰雕永锤不行 如今更是收了胖子这个侍金作为徒弟 可想而知以后在瑶月的独大下 他将来究竟会有多强 此刻神仙宗大殿内 王峰一位小五家族被灭门一世 一早便把大魔给换了过来 你在没被封印之前 可曾听过灵妃无所在的灵家 听到灵家二字大魔很是震惊 相传要封成灵家 或许在要日帝国内算不上顶尖 但却是个拥有近五千年历史的古老家族 可奇怪的是 灵家一直无法发展起来 后来听说 是因为他们所传承的一件质宝 只有真正血脉精纯的灵家弟子 才能完全激活 而一旦激活那件质宝 灵家上下将会彻底蜕变 轻逆变能成为世间顶尖家族 听闻此话王峰不禁有点汗颜 心想自己这是什么逆天运气 随便收个弟子无不是大气韵之人 此时大魔接着推断 虽然这只是个传说 但灵家能莫名其妙被灭 多半跟这站点关系 而王峰也很认同他的观点 毕竟匹夫无罪怀必其罪 是个亘古不变的道理 于是他默默做了一个决定 既然小五入我神仙宗 那么本宗自然要为他做主 长林侯等人只是个开始 但凡参与覆灵家的 我一个都不会放膿 此话一出 大魔溜须拍马的能力 立马体现的淋漓尽致 宗主威武简直是我的偶像 不光是灵飞舞 能报到神仙宗这根大猝腿 也是本魔此生最大的幸运 随后王峰交代 先不要将此事告诉小五 并让他好好修炼 待其能独挡一面之时 这个丑本宗定会让他亲手抱之 对了你去把宗内所有人都给叫来 我有重要的是要宣布 待大魔走后 王峰便迫不及待地换出系统 并让其把之前没来得及看的消息 现在全都给放出来 根据系统提示 击杀长林侯后 虽获得了一次随机召唤机会 以及三万宗门职 但同时与耀日大帝结下了梁子 并激活了敌对任务 这也把王峰给整风圈了 随后在其询问下这才得知 原来敌对任务一旦开启 便会自动将耀日帝国判为敌对势力 只要有敌对任务出现 完成便能获得丰厚奖励 而第一个任务就是 带领宗内弟子 参加由耀日帝国举办的风魔大会 并夺得风魔大会第一 且必须宗内弟子为榜首 此外夺得大会第一后 须当面挑衅耀日大帝 完成后即可获得五次随机召唤 并开启宗内任务点 另外在风魔大会中 只要击杀其他宗门弟子 或者把他挖到神仙宗 不仅可以获得相对不等的宗门职 还能掠夺被击杀者的契约 对此王丰不禁暗骂 这狗系统还真是喜欢搞事情 竟然要当面挑衅耀日大帝 简直是辣蛤蟆跳游锅 不过挖墙脚这事 也算深得我心了 可如今距离风魔大会 也只有十几天的时间了 以目前他们的修为 要夺得风魔大会榜首 恐怕是有点强人所难了 不过这次召集众人 就是为了提高这些弟子的修为 很快所有人以前来报道 而王丰也道出了此次目的 十天后 本宗将率领宗内弟子 前去参加风魔大会 为了提升门内弟子实力 你们三位长老 从李庆 李黑和沐云飞中 分别挑着当自己的弟子 此话一出 最开心的莫过于胖子 心想宗主果然没有骗我 说是玄黄一对一指导 就真是如此 我在远方的亲娘啊 你的天才儿子马上就要起飞了 随后西门飘雪选择了沐云飞 出人意料的是一项冷面的摇晕 竟然选择了胖子这个是金 而胖子也表演了什么叫笑容消失术 因为他听大摩说 摇晕长老像来人狠话不多 自己刚挨了长林侯一拳 差点隔屁 以后又要被母老谷拿捏 我弟亲娘儿子心里苦啊 可到了李黑者 念十三却连连摇头 这也让他好生郁闷 心想我堂堂玄弟敬强者转生 又岂需要玄黄敬强者来指导 看着两人都十分高傲 王峰心中也泛起了难 果然队伍大了就不好带了 更别提这些长老们 个个都是心高气傲之辈 关键这个李黑也是个刺头 倘若这次找不到人当他师父 恐怕难免会被他看低 既然如此 那么本宗就在唤醒一位长老 是爱吹牛逼的一宗之子 可诸多顶级大佬却甘愿做他小弟 甚至冷若冰霜的天下第一美 都对其唯命是从 原来他有个逆天系统 只要不断收图 就能召唤诸天强者 如今更是迎来了第二位美人 初次见面就引得大家春心荡漾 而他正是殷后助预言 就在系统触发敌对任务后 王峰殿把宗内所有人都给换了过来 准备给徒弟们安排下导师 好好提升下实力 以便应对即将到来的风魔大会 可到了李黑者 燕十三却不愿为他转身 王峰对此也很是苦恼 为了不让玄帝转身的他看低自己 也只好用出心得的召唤机会 片刻后 伴随着一阵清脆的凌凌传来 沐云飞神色开始逐渐慌张 生怕宗门再次遭到袭击 可下一秒 只见一位红发女子已将他揽住 这推背感让其瞬间面红而视 王峰看着大家逐渐迷失自悟 还有眼前女人一副玩世不公的模样 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次召唤出来的净会是他 拥有玄黄敬中期的殷后助预言 而他的玄技也很是离谱 光是天魔大法中的天魔鹰 就把大家迷得神魂颠倒 更别提玉石剧坟这招 果然越漂亮的女人就越危险 哪怕是前世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李黑 都没能幸免 而就在他感慨之际 助预言已来到王峰身前 并乖巧地醒起了李 随后王峰也连忙介绍 这位便是刚刚苏醒的助预言助长老 大家闻言纷纷抱拳打起了招 他看着如此热情的小家伙们 于是准备给他们一份见面礼 接着便带笑意地晃动手腕上的铃铛 众弟子们也再次沦陷不能自拔 而一旁的摇跃坐不住 只见齐冷哼一声 周身寒意立马向四周扩散 这也让他们瞬间清醒 随后王峰便安排 李黑以后就跟着助长老 而十天后本宗会带而等参加风魔大会 希望在此期间内 大家好好跟随各自的导师修炼 回到大殿后 王峰连忙换出了系统 看着赫然显示的十万宗门值巨款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来次十连 伴随着系统一阵提示 只见无数奖励赫然出现 随后他立马将天魔大法加持几身 接着他又询问 能否用那些抽到的修为 将自己的境界提升到玄尊镜 可系统却告知 除非宿主召唤出玄尊镜强者 并提取到他的修为 否则无法提升 对此王峰也很是无奈 毕竟玄尊已然初步涉及到了法则异己 还是以后再做打算 很快时日已过 王峰一早便把大家给换了拐 看着意气风发的众人 他虽觉得在境界上有些进步 但距离期望还是差了一点 此话一出 长老给活活打死 而王峰却凶有成组 因为他可以将之前抽取到的修为 全部加持在这几位爱徒身上 随后在其续张声势的隔空灌顶下 大家的修为纷纷有了质的飞跃 胖子已达到入巷初期 小五入巷巅峰 李黑王侯初期 而沐云飞更是达到了王侯境巅峰 初来乍到的他连忙拱手感谢 没想到宗主竟有如此神迹 谁料一旁胖子却立马装了起来 真是少见多怪 宗主之前就曾将叶长老的修为 从王侯境巅峰提升至玄黄初期了 见怪不怪的王峰则询问起身旁大魔 之前让你准备的飞行工具呢 而大魔自然不会放过这次表现的机会 本魔做事您还不放心吗 宗主看了绝对觉得兵质如归 说罢只见一只硕大的非洲 呈现在众人眼前 这时他还不忘吹嘘一反 这可耗费了我全部的脑细胞 精心按神仙宗的风格来设计 绝对符合宗主你的低调品位 王峰看着非洲上一笔一还原的茅草屋 心里也是一群不明生物在奔跑 这下好了真是走到哪 都摆脱不了这间草屋了 罢了将就着用满 随后他便安排姚月和艳势三驻守风门 其他人则一同前往风魔大会 对此他也是信心满满 我神仙宗不出则已 一出则天下精 随着非洲报社而出 新的副本也即将开启